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是立法醫院修憲委員會 第五次的公聽會 那我們現在就會議正式開始 可不可以 各位委員 如果你們需要繼續吃飯 就繼續用餐啦 那我們就一面順序進行 那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要談的 可能跟前幾場這個重點 有一點稍微換一下 但是大概差距不大 我們今天談了三個主題 我們列出來是有關 憲政制度的總檢討 包括我國應該採五權分立 或是三權分立的問題 然後包括我國在動省以後 省府組織名存死亡 那這個有關省府組織的 存備的一個檢討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提供一些意見 另外還是集中在 這幾場的公聽會 都集中在這個有關政府體制的部分 那到底是內閣制或總統制 或雙首長制 這個要怎麼取捨 那我們現在體制 面臨的改革的部分 大概是這三個主題為主 那其他的部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進行的程序 我們今天仍然 以學者專家的發言為優先 那但是我們在三位 學者專家完之後 我們會穿插一位我們的立委來發言 那這樣我希望引起一些對話 然後看看這樣會不會 激出一些火花出來 所以在每三位學者發言完畢 以後我們會請一位立法委員來發言 那等一下這個學者發言的順序 我會按照報道的順序 我會按照報道的順序 我們請學者專家來發言 那我們等一下學者專家 第一輪我們是八分鐘 那立委是三分鐘 第一輪是八分鐘 那立委的部分是三分鐘 那如果我們時間第一輪輪完了以後 我們再來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那這是我們今天進行的會議的這個程序 那我也跟各位補充報告一下 現在在我們修憲委員會的 總共有18個案子 總共有18個案子 那18個案子 但是立委提出的不只18個案子 還是有這個相關的議案 被擋在程序委員會 那這個顯然違反我們修憲委員會 招委的一個承諾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案子都可以趕快進來 然後我們修憲委員會 可以利用這幾次的公聽會 可以做一個討論 那我們今天進行的程序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請學者專家優先 然後再由立委 用這樣的交叉式的方式來進行 那今天另外一個部分是 今天因為輪我當招委 那我們立法院的習慣就是 招委可以決定要不要公開旁聽 我認為修憲是大家可以共同參與的 所以我一律都公開旁聽 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各位對這個程序進行有沒有什麼疑問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我先來介紹今天出席的學者專家 第一位是東吳大學的謝正瑜 謝教授 好 歡迎 第二位是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的陳志華 陳教授 第三位是台北科技大學通事中心的周家華 周教授 歡迎 第四位是文化大學政治系政研所的所長 楊泰順 楊教授 第五位是全縣盟的召集人 全國縣改聯盟召集人 也是華人民主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顧中華 顧教授 第六位是政治大學公行所的特兵教授 四南傑市教授 第七位是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的羅成忠羅教授 第八位是東吳大學法律系的胡博縣胡教授 胡博宴 第九位是台灣安全促進會 同時也是考試院的顧問陳茂雄 陳委員 第十位是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的董事 吳風山吳董事 另外還有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蘇慧傑蘇教授 我們歡迎各位的參與 那今天在場的我們有吳秉瑞吳委員 游美女游委員 那我是李俊逸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我們今天的公聽會 好 那我們第一位我們先請今天第一位來報到的 我們請那個謝正宇謝教授 謝教授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學術界的先進 我雖然不是第一位 但是被迫第一個發言 不過很樂意 各位 我們修憲 是一個莫等重大的議題 那如果每一個黨派 都是明的一套 暗的一套 在角力的話 我們民眾可能會覺得這一部憲法又被玩弄了 憲法它除了是利的一個結合之外 利的角力 更重要的是它是要講理 整個國家的根本大法 怎麼樣讓它合理 怎麼樣讓它能夠引導民眾 激勵民眾 激勵整個政府體制 我想那是才重要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 在三權跟五權的這種探討 太長久時間都在論證 可不可能一個國家 完全用移植一個新的制度 它能夠成長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全世界的總統制 在中南美洲都會很成功 可是事實上不然 我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當年孫中山在談五權憲法的時候 他說那個精髓是在三權分立 不過不要忘了整個有傳統的兩個很好的精神 考試跟監察 如果可以納進來的話 這五權之中 有分工有合作有制衡 但是如果說把我們在細看說 如果考試院跟監察院的職能太多的話 太大的話 當然可能也會產生一些問題 過去有許多學者講說 當然現在國民大會沒有了 再加上總統進來 有六個權力 六個權力如果它二階層的話 它大概會形成大概十六種 或者是十八種等等的這種相互之間的關係 的確很複雜 但是如果我們把考試跟監察 讓它比較中立的運作 而且比較縮小的話 我想回歸到本來的狀況 那是三權 我一直覺得總統的職權 從總統民選之後 它大大的擴權 我們常常講當年的修憲 是希望能夠有改良式的法國的半總統制 那我們如果這個精神是被確立的話 那我們應該好好思考 辦總統制的相關的配套 簡單的說 它的有我們大法官的功能 的憲法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就不全然由總統一個人提名 它可以由總統提名三分之一 然後總理提名三分之一 然後國民議會的議長提名三分之一 這樣的一個精神 它是有配套相關的精神的 我們在看如果總統提名行政黨 不需要經過立法案同意的話 那總統真的是就把所有行政權掌握了 我們看過去政黨輪替兩次以來 所有的部會首長 大家大心知肚明 有一任的行政院長 被媒體也很公開的講說 他大概只能提名當時候的新聞局長 其他的部會首長都是總統口袋的名單 如果是這樣的話 總統有這麼大的職權 我們沒辦法來讓行政院長好好的領導的話 那我們憲法講行政院是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 等於是虛聞嗎 如果這些東西我們都已經講很久了 但是如果各個政黨都是所謂的政治算計的話 我想我們這部憲法真的還是依然被玩弄 所以我希望回歸到我們已經探討 而且已經修憲了朝這個方向走的 就是所謂的半總統治 我一再覺得說 如果兩大黨再把修憲當成一種政治角力的 一種競技場的話 真的國家的所謂的政治機關 權力機關就在陷入到 所謂的權力的傲慢的漩渦裡面去 那真的是永無靈日啊 但是完全的內閣制 可能目前也有許多人在講 當然我個人 當然今天代表的是我自己的一個學術的一點出淺研究 不代表任何黨派 我認為如果完全的內閣制 它的國民它的黨紀沒有好好弄清楚的話 它會形成行政跟立法權合一 這也很可怕耶 完全的內閣制的話 有許多學者研究說 那個它的權力滲透到每一個機關裡面去 如同八爪章魚一樣啊 非常的神通廣大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也不是國人所樂見 所以我一直覺得權力是應該分立 權力是應該分權 權力是應該軍權啊 法國的憲法法院的院長曾經來過台灣訪問 當時候朝偉之間都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權力之間不管立法權行政權 他的尤其特別這兩個權 他要權力差不多 這樣的一個狀況才會讓這整部憲法 是留以一個可行的 也就是羅文斯坦他所講的憲法 是要能夠規範政治力的 憲法不是一個羽翼憲法 不是隨著誰當第一把手 隨著他的意思而加以解釋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變成羽翼憲法 憲法也不是搞一些只有明目 只有搞出一個架構出來 而運作的時候大家不按照這個運作 我想那個都不是所謂的國家之輔 人民之幸福 整個在所有的修憲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希望未來朝野之間真的講真的 能夠好好的用理來探討 不要像當年我在這裡當然沒有任何的一個意思 我只是在說歷史的過程裡面 兩千年過去曾經由綠營執政 但是綠營一直想廢掉所謂的武權 但是綠營執政之後很快的所謂的考試監察 他也是提名了很多的所謂的這些政務官 他跟他當年的理想差距又太大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不要好像修憲的時候 把他講得非常好聽 然後把選票好像有點放在瓮裡面 然後抓取了之後 當掌握了權力之後 完全忘掉當年他提供的所謂的理想的憲政架構 總之我一直覺得所謂的在五權三權當中 已經不太需要去做太多辯論 應該走向雙所長制 應該保留一些傳統的中華文化的一些特質的東西 讓他能夠完全的 如果當然我們講調查權 應該是不是要回到立法院 回到立法院的話 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當中 立法權有時候居於最高的位置的時候 他是不是最大的幸福 許多研究國家政治發展認為說 應該司法權居於最高的位置 可以來衡量行政權的違憲 立法權的違憲的時候 這個國家才會走向軌道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是針對第一個議題 來表達比較多的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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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謝教授有特別提到 重點在於權力分立的軍權的部分要怎麼落實 那到底是三權或五權 我想謝謝謝教授剛剛也提得非常清楚 我們謝謝謝正俊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陳志華教授 主持人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個人很榮幸能夠到大院來參加今天的公聽會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麼多這麼好的修憲案的資料 那我還是針對這一次的修憲草案大致上分成兩個部分 我還是針對這兩個部分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尤其人權條款我覺得這種草案的構想非常好 有相當可取之處 那當然這一次的人權條款部分 比方說在這個資料上相當用心 可以說參考各國的體制 尤其我們大法官499號所揭示的一些憲法的原則都加以運用 我個人覺得非常不錯 相當用心 整個思維相當的細密 架構也相當的完整 當然這一次人權條款看起來 民進黨團所提出的是參考大多數歐陸國家 都相當詳細的敘述這些人權的條款 簡單說是採取憲法直接保障的觀點 當然我們現行憲法只有第二 在第二章人權條款裡面只有第八條 是採取比較接近現在歐陸國家的這種憲法 直接保障主義 那憲法留給自己 當然這一次的草案看起來有很多很先進的一些人權 像環境權 社會權都比照歐陸國家的規定 很詳盡的加以規定 我覺得很令人佩服 當然這中間比方說人民 當然這個草案似乎想要跳脫 目前我們憲法似乎是採第三條 以國籍為主體的思考 那在草案中我看到很多地方都用任何人 似乎也可以解決一些這種陸配這種外勞 留在台灣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也滿有可取之處 用任何人 當然我想今年是英國1215年大憲章的借滿800年的一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想假定我們也能夠在修憲上就人權條款有所琢磨 能夠通過一些重要的這種條文我覺得也滿有意義 能夠有一個跨時代的修憲留給歷史做記錄 我覺得滿有意義 當然尤其這個修憲案裡面第二十二條可以說 採取人性尊嚴 當然從頭到尾我覺得用人性尊嚴貫穿整個修憲精神 也有它的一個主軸 當然這一次修憲我覺得朝野版本當中至少有兩個議題 是大家沒有什麼什麼意見不同的意見 尤其公民年齡降為18歲立委的人數增加到150人 我想朝野都有高度共識我覺得很可喜 我希望這是第一次的公投修憲有一個好的開始 那希望能夠有一點成果 當然在文字上有些地方我覺得還是可以斟酌 比方說這個草案的第六條 知二有一個地方所有國家 我想這是文字是不是可以改成國家所有 那任何人有時候又用人民 我覺得不妨用人民可以統一 也沒有什麼不好 當然在信仰自由這一條顯然是參考波蘭的憲法 但波蘭憲法在82條它還提到政教分離 那我覺得不妨也加上 因為這個原則也其實我覺得有 怎麼講有必要提升到憲法的位階 那第四條當然我對民進黨團提的這一點 我倒是有點意見好像意猶未盡 那這種集會當然加上遊行 我想我都同意因為集會結社應該有遊行 那這一次除了增加遊行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琢磨 尤其我不曉得為什麼對許可志一點都沒有表示意見 那我常常說集會遊行法是在野黨最想要打倒的一個法規 是執政黨視為法寶的東西 我不曉得民進黨團有什麼用意我不知道 那我不相信許可志只是在野黨所反對而已 那至於政府體制的部分我想言歸正傳今天的主要的議題 這第二個部分 那首先我想就五權當中的考試權 當然不管怎麼樣考試監察的設計 今天檢討起來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針對權責劃分跟效率來思考 何去何從 當然我們知道修憲民國80年代第二次修憲 那考試院的職權事項我想在座的師教授非常清楚 那把它分成三類 那其中有一類是考試院只有管法制事項 雖然這樣的一個區分很清楚 但是考試院都主張 都一直堅信官制官規應該是考試院來管 但是我發現縱然只有第三款 考試院主管的法制事項 但是有時候很清楚 縱然是法制的政策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還是跟行政院之間有需要釐清 那很多地方我都發現還是問題很多 那甚至於有時候由總統 馬總統也曾經召集過 針對公務人事制度的一個願寄仲裁 但是也不得其解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五院尤其是監察考試 應該是我的看法是問題跟需要似乎比它的分工 那還要來得更迫切需求 那至於省 那我同意這個草安當初所提 因為今天省政府已經是行政院所屬機關 不是一個監督 以前是監督 自治監督機關 情況完全不一樣 那今天行政院各部會在中南部都有它的辦公室辦公處 那當然還有中興新村這些組織還在 那我覺得組織精簡 從這個角度來看 省的組織如果繼續維持 我是覺得是有帶商榷 當然我都相信五權這樣的制度 應該是一個時空的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這種制度我都覺得會 當然不管怎麼樣它總是會形成人的目標跟價值 但重要是每一個時代有它主流的看法 我相信五權應該還是可以調適 那至於說這個內閣制總統制 我覺得關鍵在人事權 假定總統還掌握人事權 就好像新加坡跟德國 它絕對是內閣制 那如果是 如果我們憲法能夠很明白的寫說 隔魁掌握行政院的人事 甚至於像日本連司法 考試這種重要人士 還是在內閣提請援所來任命 掌握在內閣那就是內閣制 那今天我覺得這個關鍵因素 如果不動的話 討論或者修改內閣制總統制 我覺得效果不大 像朝安當中不管怎麼樣提出的附屬 我覺得作用也不能彰顯 以上錢見 請各位指正謝謝 謝謝陳志華教授 陳志華教授從人權的部分 我們這次憲法直接的保障方式 顧及人性尊嚴的部分 這個部分來做論述 那人權跟政府組織 這往往是憲法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常被忽略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提到這個部分 謝謝陳教授 那另外我們這個有幾位 剛到的一個學者專家 做一個補充介紹 我們文化大學的吳英德教授 還有動物大學的歐陽鴻教授 另外我們立法院的旅學章委員 旅學章委員也是我們修憲委員會的招位 好接下來我們請陳茂雄陳會長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我看大家都很熱心 但是我沒有那麼樂觀 我評估這次修憲可能一速不成 因為雙方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 而且我們修憲 最後一關的公民覆解 要有一半的公民的話 同意才算過關 那公民覆解除非要跟總統大選一起舉行 還有一點點機會可以過關 那如果單獨舉行的話 你不要說要一半的公民 連一半的出席都不可能 我們上次第七次修憲的公民覆解 那我們投票率只有兩成多 連三成都不到 那很顯然呢 如果要跟那個明年的總統大選一起舉行 那一定要七月中旬交公告 那我看好像是來不及 所以我建議呢 那個可能這個時場的話 是不是可以這個縮短 列為縮短一下的話呢 那一定要趕快 讓他有共識的趕快推出來 否則如果沒有趕上明年的總統大選 我看這一次修憲的話 還是白做了 我們很多專家呢 提了一個觀念 提了一個觀念的話呢 說我們原來是內閣制 所以要回歸內閣制的精神 我想這是一個誤會 我們原來是不是內閣制 我們要討論一下 因為所謂這樣談的話呢 是像法國他原來內閣制 他要調整他這個制度 他不可能把它調整變成總統制 因為原來的制度的話 原來有原來制度的背景 那法國的背景的話 原來內閣制 尤其是第三共和的話呢 那算起來是非常不穩定的內閣 那他的內閣的壽命 平均只有九個多位 那像這種情形要調整的話呢 他不可能一下子跳成這個總統制 那所以呢 他現在的雙首長制 事實上還保留了很多內閣制的習性 都還保留 那我們很多專家呢 提的說我們原來是內閣制的精神 要恢復內閣制的精神 我想這是一種誤會 事實上中華民國憲法的前一部 是五五憲潮 五五憲潮那時代的話呢 是不可能舉行前國性的投票 都有國民大會代表人民去前國性的投票 那時候呢有國民大會代表人民 那顯示立法委員還有顯示總統 所以兩者分別顯示 這跟內閣制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已經是行政與立法分立 另外一個呢 那時候的總統 他的副議潛 如果你立法院要退後他的副議的話 要有三分之的維持緣議 那剛好是有總統制的火絕潛的精神 所以很明顯呢 五五憲潮的話呢 它是一個總統制 所以我們原來的體制呢 並非是內閣制 可能這是一個誤會 那在第一次 1997年第一次是修憲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覺得是有困難 那有困難的話又修憲 修的話呢 行政院長變成總統的幕僚長 那事實上呢 這又恢復五五憲潮的精神 五五憲潮規定的很清楚 行政院長本來就是總統的幕僚長 要向總統負責 所以回歸五五憲潮 我也不曉得這有什麼困難 因為五五憲潮本來就是這樣規定 那所以現在我們原來定了 就是行政與立法分立 那應該還是維持立法與行政分立 這樣比較恰當 另外有一件事情呢 那個檢查院跟考試院的話呢 現在是過街老史 大家都要喊廢 因為一般國家是 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 都三權分立 我們這樣五權分立 那事實上立法權跟檢查檢 要不要獨立出來 事實上並沒有一定的規則 也不見得獨立就很好 有一點人併在一起就好 但是我們目前呢 考試權跟檢查檢呢 有問題這個要解決 檢查檢的問題呢 是有總統提名 有總統任命 雖然經過立法院同意 但是這個是已經政務官 很明顯的政務官 那檢查權是代表人民監督公務人員 有政務官來擔任 本身就不恰當 那尤其是呢 有總統任命的話呢 我們都已經看得出來 檢查院很可能變成總統的團隊 這個要解決 如果你有辦法解決的話呢 也不見得說一定要併到立法院 考試權的問題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考試權 有一個考試院 又有一個人事行政總署 兩者 就是一副區域軍單 可以處理那個文官的考試任用 那訓練 這本來是一貫的 現在分成兩個單位 這也不恰當 要嘛 行政總處 要嘛考試院 變到行政院 所以現在這是本身是有毛病 並不是說你分起來就不好 另外有一件事情的話呢 那個大家都關心了 那個檢查院跟考試院的問題 好像這兩個院呢 是沒有功能 把它當作盲場 要把它割掉 事實上真正的盲場呢 大家是覺得這兩個 這個兩院 屬於有它的功能 而且績效也不是很差 事實上真正盲場呢 是台灣省政府跟福建省政府 這真的是盲場 那這個盲場的毫無功能 等於說既然是動省 那動省的話呢 所有原來省立的單位 現在都已經改型國立單位了 這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 那而且還要省府委員 還要那個議員 還有養這些 是屬於政務官系統的 還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這個省政府的話呢 不但是一個盲場 而且已經花眼的盲場 已經有負面的 如果大家沒有那個忘記的話呢 前不久有人 因為個人行為 而被隔止 被隔止的話呢 他65歲快到了 省政府趕快 去招考一批公務人員 年輕 優秀的 你不用 用一個呢 他擔任公務人員 還沒有辦法 超過半年 擔任公務人員的話 還不到半年 就要強迫退休 只要為什麼 你隔止的人 最怕的是 你沒有這個退休縫 那要給他花一個退休縫 所以這種情形的話呢 一個單位 再一個為一個被隔止的公務人員 來護航 要匯護給他 這個是退休金 這個是已經是 不是盲場 是已經是花眼的盲場 這應該割掉 那但是呢 比較少人關心 這個盲場應該割 大家摸刀窩後 對著這個監察院 跟那個立法院 這也是很奇怪的問題 謝謝 好我們謝謝 陳茂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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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說立法院 來得起來不起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立法院總共有10場公聽會 從4月9號第一場 那準備進行到5月11號 進行到5月11號 那我們也計算過了 就是如果明年的1月16號 總統選舉的時候 要同時進行公投 那依照規定 他必須在公告半年之前 然後還有中選會 要有一個月的作業時間 所以 我們今年要送出立法院的時間 是在今年的6月16號 所以我們壓力也很大 我們盡量來努力看看 盡量來努力看看 好我在這裡我補充介紹 我們立法院林昌明委員 好那第一輪 我們三位學者發言過 我們請我們的委員來發言 我們請第一位請吳秉瑞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還有學者專家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來討論要修憲 就是代表目前這一套憲法 有它自在難行之處 需要改變 所以才要修憲 那這個修憲 雖然大家討論的制度 各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全責相符 有權力的人必須要有責任 有責任的人必須要有權力 而且遇到僵局的時候 必須能夠解決僵局的機制 這是中華政府體制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看看現在中華民國憲法 最大的問題是現在這個憲法 這幾年操作下來的結果 真正擁有決策權的人躲在總統府 他根本就不用面對外面的任何監督機制 那來到立法院面對立法委員質詢的 面對要對國會負責的 卻是事實上沒有決策權的行政機關的 任命的這個行政首長 這一套制度是不可行 大家說認為應該要改變 很大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 無論是要總統制也好 要內閣制也好 要辦總統制也好 都沒有關係 一定是要搭配著全責相符的制度 如果我們真的要總統制 可以 總統你是不是應該要來主持格僚會議 然後面對國會 而不是 你自己去任命了一個秘書長 秘書長來面對國會 然後你都不用負責任 躲在後面笑罵遊人 這個 是我個人的潛見 另外 如果你是要內閣制 本來內閣制的精神 就是行政跟立法合而為一啊 這是第一個 內閣制當然的狀況 這是現在台灣的憲法 這方面的調整 恐怕還是 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再一次呼籲 誰擁有這個國家行政的決策權 他必須面對監督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觀念 再來 我們現在談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 可能會有非常多的整輪先不談 我來談談監察院 監察院在我的眼中 為什麼非廢掉不可 監察院存在不是盲場不盲場的問題 監察院的存在是因為他分割了 國會的調查彈劾 監督行政首長這樣的權利 目前中華民國的憲法 監察委員是總統提名 經國會同意之後就任命了 總統提名國會同意 國會的多數黨才會同意啊 操作起來結果就是每一次投票 多數黨能認同的人才會通過 那你想想看多數黨他本身就組了行政 他就擁有行政權了 監察權又在多數黨的國會議員同意之下 表面看起來是獨立的喔 可是加上政黨的橫線在中間 在裡面的時候 結果真的變成黨同伐異 這些年來監察院的功能不張 很大原因是因為他要替行政首長護航啊 他哪裡不知道他應該要去做哪些工作 但是面對那些工作的時候他做不下去啊 因為他的權力來源 來自於總統 來自於國會的多數黨 但是這對憲政 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損害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會 對於獨子的 對於濫權的 不負責任的政務官 我們沒有他們的皮條啊 沒辦法調查 沒辦法彈劾令其拒職 那監察院在彈劾誰 都專門在打蒼蠅不打老虎嘛 你能夠彈劾的 因為政務官沒辦法彈劾 政治權力運作的結果 所以都去彈劾一些事務官 或是去彈劾在野黨的行政首長 這就是我們監察院目前做的事 如果我們再容許這樣事情繼續下去的話 沒有底線啊 這個運作的結果越來越 越運作越糟糕 無論哪一個黨當了執政黨 他在國會又是多數黨的時候 這個監察院是變成 專門在修理在野黨的一個監察院 而他沒有辦法 對付這些行政首長 而且也讓國會 所以行政權像國會負責這樣子的一個 變成表面文章 現在多的是行政首長來到地方院備詢 就面對立法院的質詢 不給資料 講不出道理 隨便亂回答 不負責任的站在對面 但是讓國會議員 沒有他的辦法 對於這些行政首長的 貪張王法 或是疏失 國會對他們也沒有辦法 這個我是認為監察院 所以之所以廢掉不可的原因 不在於他的權力的大小 而是他的存在 會傷害到整個國會監督行政的權力 時間到了嗎 我已經講那麼久了 對不起 最後一點 修憲的門檻真的太高了 二分之一的門檻 雖然是剛性憲法 但是倒過來 就是讓少數人決定有沒有辦法修憲 這一點也請大家深重考慮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很抱歉啦 我還是要掌握時間的進行 所以我也會嚴格執行 學者專家八分鐘 委員三分鐘 我們通常委員發言 都是十分鐘到十二分鐘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很嚴格的考驗 好 接著我們請周佳華教授 主持人 各位學者專家 大家午安 先講個題外話 就是真的發覺到 在立法委員席的麥克風的聲音 比我們這邊大了很多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呢 這雖然是題外話了 我們今天把學者專家請來 當然希望集市廣益了 那麼大家來合計合計 到底未來怎麼走 我想這個是一個關鍵 那麼首先呢 我想要特別感謝 我們立法委員能夠邀請我 來跟大家請去學習 特別感謝 那麼時間關係 我個人第一個的想法是 就一個立憲民主政府來講的話 為政者應該非常清楚的 要了解到一個政治的穩定發展 進而能不能夠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以及信賴 其中有非常多的變相 是我們可以來觀察的 而這些其實包括有對於 這個政治人物的守法習慣的養成 自由安全界限的妥善規劃 生活是過度政治動員的避免 或許還有這個人群當中相互信賴 態度的這種養成 更進而呢 我們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精英人物 對於立憲民主的尊重 如果大家傳統政治學非常有印象的話 那這些其實是傳統政治學當中 所告訴我們的非常重要的變相 那這些變相之外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政治的繁俗化 那這個政治的繁俗化 簡而易之地來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老百姓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實案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貧富差距的問題 顯而易見的 這個當然比我們的修憲工程 當然更屬當務之急了 所以我個人第一個的想法是 與其修憲不如修民心啊 與其修憲不如行憲 那第二個呢 我想特別要強調的是 在去年這個11月九合一大選結束之後 我們當然可以從報章雜誌 以及相關訊息收集到各黨派 尤其是兩個主要政黨 那麼分別在檢討這個選舉的成敗的時候 甚或是虛途未來的九合一大選 分別拋出了三個修憲的主張 以及四個修憲的主張 那麼當然在我的書面資料當中 剛剛立法院寄給我的 一共有14個提案 那現在已經多到第18個提案了 所以在合併在我們3月26號 修憲委員會的啟動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那麼從這個民國80年到民國94年 這麼短短的15年當中 修憲了這麼多次 平均起來2到3年要修憲一次 那麼當然已經將近有10年多了 所以看起來這個修憲的氣氛 好像逐步逐步的在顯現當中 也因為如此 我想從一個學理的角度來看 那麼持平而論 我們可以發覺到 如果從一個自由憲政主義的角度 來切入的話 那麼要從這個角度來修憲 我想一般老百姓應該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剛剛也有某一些學者專家特別提到 也是在前面四場公定會 也分別提到了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我們如果把憲法的修憲門檻 合併來觀察 我們真的能夠發覺到 在現有的立法院的藍綠的席次的衡量 以及修憲的門檻的衡量 我們當然可以了解到 而且清楚的可以知道 兩黨都絕對擁有所謂的否決權 在擁有否決權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一個完全沒有交集的 沒有共識的修憲議題 如果要去完成的話 很明顯的圓木求魚 而且如果是一個有共識的議題的話 就像前面幾次有一個相關於18歲 所謂的公民參政權的這個概念 那麼還要通過第二階段的 所謂公民覆決權 那這個更是一個天險 如果要達成更是難上加難 所以我想有很多的學者專家 也特別提到了 我這邊也要再次強調 那麼少一點政治算計 多一點公民參與 或許還有一些可能的機會 不過剛剛我們的主持人 特別說在少一點政治算計當中 我如果沒有記錯 他說盡量 那所以在政治上面 要完全避免政治算計 恐怕也很難 但是我們說盡量要減少 那麼再一個 在今天的幾個重要議題當中 包括我們三權五權 包括我們的省政府的組織的精簡 包括內閣總統跟這個 雙重首長制的檢討 那麼其中我想特別要強調的就是 有關於三權五權的 這方面的這個檢討 其實在學界已經多如牛毛了 多得不勝每一句 分權跟制衡 當然是我們三權分立國家 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 而我們把考試權跟所謂的監察權 獨立出來 首創了一個所謂的五權分立 這就是我們所謂獨創的一個憲政制度了 那麼於是乎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時候三權五權已經這麼多次的討論了 我們反而更覺得 倒不如現在我們直接了當的來切入 是不是對於考試權跟監察權的職權 我們來加以研議 以及有關於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的人數上面 我們來加以研議 或許來得更務實 畢竟從一個憲政的總價格來談 那麼牽扯到未來的修憲 以及憲政發展的一個大方向 知識體大 不可不勝 另外 針對省政府的組織這個部分來看 個人的看法是 在民國86年這個精審之後 事實上 在剛剛主持人給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議會的標題的當中可以看到 省政府的組織其實名存實亡 這點我覺得這個是形容的應該是非常之精確 他們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地方自治的功能了 雖然還有所謂的公法人的地位 尤其在當時精神的過程當中 所謂的政治操作到現在還為社會大眾所詬病 而他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 包括行政效率 包括政府結構 包括組織員額 甚至包括預算分配等等 都是還有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個人認為當然在現在來探討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是不是應該同步來看看 我們縣市政府的所謂對話機制 以及縣市政府的這種所謂的火慢關係 來得更重要 另外大家都知道 這個憲法是我們的根本大法 我們質疑 不能夠 我這樣講 不應該輕言來修憲 遇到所謂憲政僵局的時候 學界當然都知道 所謂憲法習慣 憲法解釋 憲政法規 行政措施 都可能可以來解除這個所謂的憲政僵局 但是微經之際 我們都已經在開公盯會了 既然如此 我們如何去達到一個所謂的 權責相符的政府 甚至所謂的內閣對國會負責的一個精神 個人還是有一個基本的看法 就是恢復隔魁同意權 因為從憲政的直接相呼應之下 再配套所謂的我們的自動換軌機制 我們相信隔魁同意權的恢復 更能夠來體向分權制衡的功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周家華教授 修憲當然很困難 依現在的規定 立法院要四分之一提議 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的同意 所以在立法院有它的難度 那公民的覆決更難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個狀況 就是昨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有修這個公民投票法 所以這個的門檻 在立法院的初審已經通過了 就是變為簡單多數 簡單多數 那這個部分還有在二讀跟三讀 那是不是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們繼續努力 但是在立法院的角色就是 如何在這個憲政時刻 那包揮我們該有的功能 盡量促使這個修憲能夠成功 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們謝謝周教授 那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中央大學法律局 政府研究所的陳英錢教授 另外我們立法院江慧甄委員 好接下來我們請東吳大學胡伯彥教授 好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我是東吳大學胡伯彥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公聽會 那針對我們今天議程的三個議題 有一個先進的前提就是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到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體制 基本上都是沒有完美的 所以說我們其實設想說 以後不會發生憲政爭議的體制 基本上是不會存在的 那現在其實未來要修憲的方向 應該要設想是 這個已經運作60年的憲法 現在不服堪用 在人權保障機制上面的缺陋 在權責不明上面的 在政府體制上面權責不明的情況 以及國家定位不清楚 國家政策方向不清楚的情況 都應該要藉修憲方式來解決 所以我這邊會覺得說 如同剛剛主席有提到的 在6月16號之前 要提出一個憲法修正草案 來送公投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艱鉅的工作 那針對三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針對所謂的 現存的考試權跟監察權的問題 其實三權分立是古典權力分立的制度 可是任何一個國家 可能都不會只有三個權力機關 我國的權力機關可能是六個 以前是七個 然後呢 可是這權力機關 不管是幾個 五個六個 其實都是從 現存的所謂的三權當中去做劃分 所以有可能在 有些國家在立法權當中 會有上下意願的制度 然後同樣的 有些國家在司法權當中 也會有劃分 甚至很多國家在行政權當中 會有總統跟隔魁當中 的劃分而言 可是其實這些權力機關的劃分 都沒有影響到說 我們這權力本質三個 是權力是劃分開來的 而現在有個問題是在於說 我國憲法憲法 當中所現存的考試權跟監察權當中 所負擔的責任 考試權實際上來講 是從行政權當中 把它的權力劃分出去 把它現有的公務員保訓制度 培訓制度 保障制度 以及所謂的一些 這個權序制度當中 把它分劃分出去 這個部分其實在我國 未來 其實我們現在行政權 業以中有所謂的 獨立行政機關設置當中 未來在修憲的時候 其實 考試權可以不用存在 可是在行政權當中 如何去確保原來 所行使的 這是人事權 它是獨立的行使 這個其實可以 藉由獨立行政機關的方式 在行政權內部當中去做落實 否則其實 為什麼當初要把考試權劃分 考試權劃分的最重要的緣故 不在考試本身 而是在於權序那個部分 在確保整體的人事行政 不會受到 不會受到人事首長的直接影響 所以 未來在行政權當中 你也要 確保這件事情是不會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其實 另外還有一個很棘手的 就是監察權 剛剛吳委員所提到監察權的問題 其實這樣來講 監察權結合了部分 司法的權限 又結合了部分立法的權限 然後他把應該要依法行使職權的 權限放在 機關的權限放在裡面 也把政治機關當中 會發生的政治角力放在裡面 所以監察權的行使 就會變成 要嘛是過度 要嘛是不夠的情況出現 那如果 不要有監察權 還是要有一個想像說 我們目前監察權行使當中 所謂的審計這個部分 要確保未來審計制度的公正性 不會因為它放在哪個機關 而被破壞 所以審計 即便被放在行政或立法裡面 他的獨立行使職權這件事情 必須要被確保 第二件事情是 對於人權保障的這個部分 所以監察院應該要行使人權保障 這樣 因為現在外國 其實基本上來講 各國有所謂人權監察制度的而言 其實這個部分 在我國行政權當中去劃設 或是在立法權當中去做保障 這個也是有必要的 那這樣子才有辦法把監察的部分 完全去把它移出來 讓它回到 回到立法權來行使 第二個部分 有關審憲制度的部分 其實我國現在在民國88年修憲的時候 業已在徵修條文第9條規定審政府的部分 可是在審政府其實在前一年 就已經凍結業務了 現在審政府基本上來講 其實是行政院的所屬機關 他的定位其實已經不需要再去討論 我們如果單純的講 我們只要把那個條文給修到 可是現在地方自治的問題 並不在審政府啊 並不是在台灣審政府 並不是在福建審政府的 是因為我們現在地方制度 是以直轄市跟縣市 作為核心的地方政治體制 而直轄市的定位 其實在現行的憲法 或憲法徵修條文當中 是沒有被明確提到的 可是現在有六個直轄市 這六個直轄市 市長一副都要選總統的樣子 每個都非常大牌 所以直轄市的定位 反而在憲法當中 其實沒有被提到 這其實是在增補當中 其實直轄市應該要被增補起來 而且要連結一件事情 縣市咧 如果你不把縣市當中 跟直轄市做相同的對待的時候 會發生一件事情 這國家就有住在六都的人 是所謂的一等國民 坐在其他的人 就是屬於二等國民的情況 因為可能會發生 全縣劃分上分離 所以你未來必須要在修憲的問題 地方制度上面的問題 不再省 反而是在直轄市跟縣市 你如何去調整它的地位 要把它放成一樣還是不一樣 要給他們不同的立法權 還是說他們的行政權的大小 是有差別的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我們面對的 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因為別的國家 可能沒有像我們這樣的劃分 然後第三點 有關政府體制上的問題 我必須要說明的事情是 其實政府體制的行程 跟誰代表人民 怎麼樣代表人民去行使職權 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政府體制要怎麼設置 其實要跟我們的選制 其實是有一定相當的連結 那我們其實在討論政府體制之前 要先問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選舉 要用怎樣的方式 以後選舉誰 選舉一個總統 來行使我們的權力 還是說 行使一群立法委員 來行使我們的權力 這個其實是在選擇 政府體制當中 要做一併的討論 那實際上來講 我個人本身當然 以我自己的留學國是德國 我們會相當而言 會選擇說希望是選擇內閣制 這個各個國家都選 都選用一個制度 因為它相對穩定 實際上來講 它也是古典制度當中所想像的 因為我們現在才行 總統制的國家 算是比較後期出現 而且總統制比較有成就的 大概會以美國為主要代表 那至於說 我們大家所提到的雙首長制 實際上來講 雙首長制原資於威瑪憲法體制 後來在法國第五公合當中 被它擴大化 那這個部分 威瑪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都還是會稱為什麼 它其實是在內閣制上面 去擴大總統的權力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當我們把行政權的權力 拆分為內閣跟拆分為總統的時候 內閣依然回覆跟他說 他跟立法權兩者是有制衡的問題 那請問總統要跟誰做權力制衡 這也就是我們現存最大的問題 而我覺得這個問題如果 如果要解決的話 其實總統就畢竟要有一個責任上面的劃分 那總統一定也要有一個 他所想像的一個抗衡機制 否則總統他就不會 總統他就會變成一個帝王式的一個選擇 所以在這邊我是認為說 第一個我們要解決選制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要回來處理說 如果要選擇一個雙手長制 就必須要想像說 要怎麼樣處理他的責任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胡教授 胡教授提到的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可不可能用獨立機關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所謂的考試院跟監察院的部分 那我個人在考試院待過 他剛剛提到的這個人事行政總處 現在叫人事行政總處 過去叫人事行政局 這是我兩個我待過的單位 所以我特別有感受 事實上這個案 包括這個省政府的案 這兩個案都是我提的 都是我提的修憲案 那這兩個案 通常在我們過去的公聽會 比較沒有被注意到 所以我們也希望 聽聽各位學者的意見 主要是今天這樣的目的 我們謝謝胡教授 那接下來我們請 南台大學的羅成中羅教授 主席各位余會的委員 及各位的先進大家 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其實提綱有三塊 但是我想說再增加一塊我大概有四點 首先第一點是說真的是陳志華老師 他是寫過憲法的大家 他其實他的語談稿就馬上點出了我們 這是第五場公聽會 前四場公聽會好像都漏了一個關鍵字叫人權 我們看一下前面四次的提綱裡面 唯一人權有碰到的就只有18歲 但是呢陳老師提醒我們說 不對啊還有一個大的那個人權的那個東西 怎麼都沒有談呢 那我跟老師報告齁 那個案子在去年的1月的時候被提出來 在當月呢就被幹掉了 所以那個案子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進修宣委員會 這是還蠻奇妙的一件事說 他好像也不是什麼 有所謂的政治正義性的東西 但是呢 剛才老師進出 進行了很多十字面的討論 但是很遺憾的齁 這個案子人權的清淡 這個案子連十字面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我想這是蠻奇妙的一個變化 這是第一點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第二點的部分 我想回到今天的三個提綱 第一個提綱關於三權跟五權 跟各位先進報告 我的專長是預算法 所以當大家在看法條的時候 其實我看預算書的時間比法條還多 我提出兩個一個數字 如果說去談三權跟五權的話 其實這個數字叫做285 所謂的285呢是 考試院跟其他監察院呢 在預算書裡面的數字 加起來是285億 所以說呢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有一個效益是說呢 如果說我們少掉這兩個機關的話 我們大概每一年呢都少了285 那這個285呢到底有多大呢 只要兩個285的話呢 苗栗的那個坑就不見了 然後呢尤其是說呢 最近中央政府總預算呢 大概已經報到一兆九千億了 如果說呢這285再審一下的話呢 其實還蠻不錯的 尤其是說呢 回到我們這一次的立法院修憲 大概到今天這個禮拜一為止 有二十一個案子 二十一個案子呢這裡面 天字第一號的案子 是李軍委員提的 裡面呢就提到剛才胡伯爺教授 提到的是說呢 廢考監 但是廢考監呢不是那麼簡單而已 他還加了人權監察室 跟審計委員會 但是當你要加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錢嘛 那他的一個錢也很簡單 光是285裡面拿一點點錢出來的話呢 其實國會職權不足的問題就解決了 包括說呢我們很期待的法治局 很強大的立法院法治局 立法院預算局 這一些的很強大的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我們都沒有 甚至說呢開一個玩笑說 最近日本在演一個日劇 在演日本的國會 連電視劇所拍出來日本國會的莊嚴感 都跟我實際上走到這個國會來的感覺是差的 電視劇拍的都比我們這個國會有莊嚴感 那我就看不懂了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問題是老問題了啦 所以說其實省下285 每年的285 我們立法院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立法院證明 立法院的職權根本不只有立法啊 他還有預算的審議嘛 還有監督 他應該叫國會就好啦 幹嘛叫個立法院呢 所以這些問題的話呢 其實只要有285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從這一點來看的話呢 從五權變回三權呢 他有他的285的效應 第二個效應的話呢 再回到那個省府組織的問題 我還是提數字 我的數字是3 他的3是3億 今天假設把這兩個呢 幾乎用不到的動 不只有兩個齁 這三個呢 除了台灣省府以外還有福建省府呢 把這個東西呢真的移除的話呢 我們每年省下來是3億 當然有人會說這3億 從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編制來看 根本是零錢 中的零錢齁 但是3億還是明子明高還是很重要啊 所以我覺得說呢 這個3億的話呢 真的是可以把它省下來 當然齁我們看說 去年立法院在省議的時候 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有曾經把他的預算刪掉 雖然後來被規復齁 但是裡面有個小問題是說 縱使你把機關的預算刪掉 但是他的法定義務支柱還是在啊 翻成白話我來講的話 公務員的薪水不是說你刪掉預算 他就沒有工夫啊 上了幾副義務嘛 所以說呢 政本清源指導 不是讓他有有機關無預算 而是說呢 連讓他機關的法院都不在 所以說這個3就會消掉了 齁所以說大概我是為了 修宣委員會做這個數字的一個計算齁 這是兩個 那最後一點呢 關於內閣制跟總統制的抉擇齁 呃我還是提出一個 跟大家都不太一樣的 的論點是 我用觀察法 這觀察法的話呢 我自己叫他做 神秘潛庭理論 什麼叫神秘潛庭理論是這樣子齁 從時間序上來看齁 到底總統制跟內閣制 尤其是 恢復隔回同意權這幾個字齁 在我們的新聞上面來看 上一次出現的時點呢 我這邊抓出來是2005年的9月 在2005年9月時候的話呢 那時候的馬英九先生提出說 隔回同意權很重要要恢復 這個大家新聞資料庫都找得到 好啦 然後呢 開始了就出現了那個潛艇下沉的趨勢 隔一年呢 我們看到說2006年5月的時候呢 總統的態度有點轉化了 他說不用修憲不用修憲 如果國會要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們只要呢 這邊我引用他的話 只要呢 對於行政院長的人選提到立院去行使新人投票 建立憲政慣例的話就不必修憲 OK 這個是完完全全照他2006年的一句話 好啦潛艇呢從這句話以後就沉下去了 2008年當了總統以後呢 這個隔回同意權從來沒有發生過 一直沉沉沉沉沉 沉到2014年就是去年的12月 這一條潛艇突然就浮上水面 怎麼浮上水面呢 我發現了說呢 呃在 賴斯堡委員有33個委員 連署的去年12月有一個修憲案 談的呢就是回復隔回同意權 好啦我們看這10年來呢 這個潛艇的沉沫跟浮起來的話呢 用歸納的 我沒有價值判斷喔 我就是歸納而已喔 我歸納出一個準則呢 這個準則是說呢 只要國民黨掌權的時候呢 這個潛艇是浮下去的 閣會同意權連談都不用談 所以呢不管是毛治國 或者是江儀化的話呢 縱使是國民黨是國會大黨 但是呢連你們說話的餘地都沒有 你們只要聽領袖的說法就可以了 你們也不提這個東西 好啦真的整到說呢 去年的2月14號呢 發生了選舉的結果以後 這個潛艇就突然浮上來了 那我這邊就一個歸納是說呢 是不是說呢大概 如果國民黨可能不太會掌權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國會就要開始強調說呢 透過國會同意權去監督行政的重要 當然這個理論完全沒有學理根據 憲法教科書也看不到 他只是單純的新聞歸納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齁 可能這邊很多的學者覺得這個無期之產 但是外界會怎麼看 其實外界的觀感很簡單啦 就是說呢 不要選權變規則嘛 既然呢談到這個程度的話呢 突然講到說 這個葛規同意權呢 2014年就突然浮上來的話呢 其實外界觀感可能不好齁 我想最後以上的一點就這樣結論 謝謝 好 謝謝羅教授 我想葛規同意權最重要還是 如何建立權責相符啦 這個才是大家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好 那我們第二輪三位學者發言完 我們接著請這個江慧曾委員 主席各位教授以及各位同仁喔 我想今天有關於政府的一個體制的問題 其實剛剛羅老師特別提到說 為什麼在11月份這個選舉之後 好像整個潛水艇又浮上來喔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想11月29號的那個選舉 不管對任何一個政黨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那從去年的一些事件當中呢 的確呢也堆疊出喔 台灣社會對於整個政府體制也好 整個立法行政監督之間的漢格也好 大家產生的非常的很大的一個衝擊啊 甚至於呢我們現在的政黨政治跟代議制度啊 都已經備受挑戰了 甚至於被嚴重的不信任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怎麼樣去做一個檢討 怎麼樣能夠在可能的一個修憲的時程上面 來做一些討論啊 那基本上呢 以這個國民黨呢 現在要提出的這個內閣制啊 陳如所講的啊 現在目前的實施內閣制的國家呢 其實也有它的不同的一個類太一樣喔 不過呢就台灣社會來講 其實包括本席都對於這個內閣制啊 它必須要改變的幾個地方喔 我想這個制度呢它的成熟度呢 大家也許都不會去質疑喔 但是回歸到台灣社會當中喔 我想最會備受挑戰的 還是對於立法委員 呃在未來內閣制當中 是不是要兼任官吏啊 那如果你兼任官吏的情況下 你要你勢必你就要增加大量的立法委員喔 那這立法委員在未來分 呃這個區域的根部分區當中呢 這個比例呢要怎麼樣去審定喔 那基本上呢到底說穿了 就是現在民眾呢 對於我們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 跟產生的現有的這些立法委員 這幾屆以來啊大家呢 呃顯然呢民間是產生的非常重大的不耐喔 那這樣情況下呢 其實不管是我們未來呃 這個內閣制或者是總統制的一個實施的情況下呢 呃民眾呢怎麼樣能夠去呃做更好的一個呃 呃溝通跟說服啊 我想除了我們現在所有的學者專家在這邊討論之外 呃除了我們各政黨呢 呃各有盤算各有版本之外 最重要的是呢呃所謂的呃民眾的公民的一個對話喔 那公民的對話呢現在呢是不是夠大開大和喔 還是呢呃有這個過度的傾斜 現在可能連公民的對話都也有產生啊 呃非常這個嚴重的呃這個局限喔 我想這個是不爭的事實喔 呃在這樣的情況下呢我們在今年呃年底以前啊 是不是對於這麼重大的一些呃政府體制的一個呃轉變啊 那以我自己個人從過去到現在來看呢 我會認為說如果隔魁同意權的這一塊 呃如果能夠呃先走的話 事實上呢起碼可以讓我們的行政院長 有一定的間接民意的支撐 有一定的間接民意的支撐 他還不是直接民意喔 間接民意的一個支撐 不會像現在呢就像過去呃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呢 國民黨也善效說哎呀怎麼換了這麼多任的這個行政院長 事實上在政黨輪替之後你會發現連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也也難保 呃每一個院長的幾乎呢呃這個任期都非常的短喔 對於所有政策的實施或者所有的呃這一個呃立法修法 或者我們跟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隔魁的一個短命喔 除了國內的一個政情不能夠穩定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辦法讓國際社會理解台灣社會 到底在做什麼台灣社會到底能接受什麼台灣社會的口味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呢可能我們在呃所有的體制當中啊 啊我自己本身不是念啊有關於法政方面的 那只就這個民眾呢常常在這個各種活動當中喔所表達的意見喔 呃他們有強烈的憂慮喔 那以台灣社會像已經自從總統直選了之後 有一種強烈的呃主導認為自己就是呃人民就是老闆喔 那問題是人民是老闆我們給予了他的權利 可是事實上人民是投家 投家也應該有相對的權力之外有相對的義務喔 所以在這塊當中呢我倒是呃呼籲呢在我們修憲的同時啊 可能各政黨也好政府也好都應該要針對公民 呃這樣子有關於呃公民的這個權利跟義務 尤其是義務這一塊啊應該給予最誠實的鋪陳跟討論 以上謝謝 好謝謝江蕙甯委員 我給各位一點資料的補充啦 現在有關閣會同意權的是由本院的賴斯保委員提案 另外有關立法委員可以兼任官吏是呂學長委員的提案 那另外一個是有關國會席次的部分是由李英元委員提案 這是三個不同的案子 可是這三個其實到最後會會相關啦 會相關 所以這個其實要不要做這個一致性的考慮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好我們接下來請楊泰順教授 呃主席各位委員還有在座的各位學者專家 那今天的第一個議題啊是討論說我國是要採取五權分立還是要採取三權分立啊 那作為一個學者我想就學界啊對這些問題的一些看法提出我的一個整理啊 那至於說跟台灣的國情啊或者修憲有沒有可能成功啊我想就不在我今天探討的這個範圍之內啊 那我只是把學界的一些意見啊整理給在座的各位委員啊還有學界的這個先進啊做個參考 好那麼呃我們把題目定在這個三權分立啊或者是五權分立上面啊 其實跟這個30年以來啊這個我們學界在討論這個分權體制上面的這個重點啊其實是不太一樣啊 那麼在過去三年啊這個學界在討論這個權力分立上啊 呃權力的這個分立上已經不太重視這個分立的問題 而比較重視是權力分享的問題啊 就是學有的power啊那separation呢分立的是分立它的功能啊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啊來提出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啊 我們如果以美國來做例子來講好了 像剛剛吳委員也提到啊總統可以躲在總統府裡面啊去下決策 那不必到立法院來啊接受立法委員的這個質詢啊不必向立法院來負責任啊 那實際上呢美國總統更是不必要負責任 啊可是為什麼啊美國總統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都必須要跟這個國會來做諮商啊 比如說他如果今天要任命一個這個呃官員的話呢 他就必須要尊重那個官員他所他那個他所屬的那個 戶籍所在地的啊這個民意代表的意見啊 這個我們在政治學裡面叫做參議院禮貌啊 假如說他今天要提名一個呃嘉義的人做出來做個什麼官啊 啊那一定要遵循事先就要遵循啊這個我們剛剛李敬毅委員啊他的這個意見啊 啊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一個自然啊使得他的必須要彼此尊重的一個呃 憲政運作的一個慣例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慣例產生的主要就是因為 權力的分享如果總統你破壞了這個慣例啊儘管你不必到國會去接受質詢啊 啊那麼可是因為你破壞了這個慣例那國會如果要對你的這個施政啊來做杯葛的話呢 那國會是的確可以做得到的啊那比如我們舉幾個例子以美國來講啊 美國總統他享有人事任命權啊他每年幾乎可以任命每任啊幾乎可以任命到三千個政務官左右 可是這些所有的這些人事啊都必須要得到國會的同意啊 那總統呢他領導這個行政可是呢國會又擁有全世界最強的調查權 他剛剛也有先進委員提到那麼國會也可以對總統啊來進行彈劾啊 那國會呢他獨享這個立法權總統在美國的體制裡面我們行政院還可以提有提案權 可是在美國的總統是沒有提案權的他如果要提出法案他也要透過國會 假如他是多數黨的這個總統的話也要透過國會的這個委員會主席啊來幫他提案 如果少數黨的話就透過委員會裡面的少數黨領袖啊來幫他提案啊 好可是我所以國會在立法權在美國是由國會來獨享啊 可是呢這個美國我們都知道美國總統他可以享有這個否決權 而且參議院的議長呢是由副總統來擔任 所以使得這個行政體系可以分享部分的這個立法權 那麼司法可以解釋憲法啊可是呢可是在運作上面呢 那麼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由國會任命的 所以使得行政跟立法也分享了部分的司法權 那國會呢這個也有修憲的提案權 所以如果說這個法官比如說羅斯福總統時代 法官啊常常抱持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呢 國會可以去修憲 那法官就必須要按照這個這個憲政的這個 這個憲法通過的這個內容啊來做這個調整啊 所以也使得這個行政跟立法 享有部分的這個司法權 那我國的這個實施上面呢 我們在我們的觀察裡面 我們似乎是在分立的精神上面有餘 可是我們在分享的精神上面呢很顯然不足 所以剛剛也有很多先進提到啊 我們隔魁的同意權啊被取消了 那這個在我來看啊就是取消了 某種行政立法體系可以分享行政體系的這樣子的一種精神 比如說我們今天行政院有提案權 可是行政院在國會裡面卻 因為官員不能兼任這個民意代表啊 所以使得他沒有辦法為自己的政策啊 來做一個平等的一個辯護 那我們國會雖然享有預算權 可是這是個被閹割的預算權 因為我們的國會沒有享有這個決算權 你沒有決算權 你怎麼知道人家的預算過去執行的怎麼樣呢 可是我們把決算權歸給這個監察院 那麼使得我們這個國會來分享政府的這個行政權呢 也是有他的這個瑕疵 我們國會雖然有調閱權 可是並沒有像美國這樣一個完整的這個調查權 美國國會裡面光光專任來做調查工作的這個 國會助理啊就有差不多900個左右 我想這個編制大概已經不小於我們的調查局了 所以那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 它可以設四個小組委員會 可是如果你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專門來做行政體系的調查的話 你可以增加設到五個小組委員會 所以以這樣一個機制啊來加強國會 這個參與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在考試跟監察方面啊 就幾乎完全沒有分享的這種權力的空間 完全是只有在提名上面 總統提名來立法院來同意任命啊 所以這個考監兩院啊 在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它一個分享的空間 那既然沒有分享 在憲法上我們是不是可以叫做五權憲法 這是值得去探討的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三權分立或者五權分立的破壞呢 使得我們的這個總統的權力啊 可以托施民主國家裡面最大的一個總統權力 如果我們把美國總統的權力啊 這不是我講的啊 這是學者的這個研究分析啊 美國總統權力大概在這個指標上面 差不多佔差不多三分跟四分 我們總統的權力啊 佔到差不多十一分 這是根據這個1993年 Sugar跟Carray 所寫的這本這個研究三十七個 這個直選總統國家的這個總統職權啊 所做出來的歸納 所以我們總統權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在這邊因為時間有些人舉幾個簡單的這個例子 給大家做參考 比如說我們總統的這個緊急命令權 是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甚至比一些獨裁國家還要大 我們的這個彈劾總統啊 也還必須要經過大法官會議的這個審理 我們罷免總統呢 還要經過這個公民投票才能夠成立 所以使得總統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的這個牽制 那麼總統又享有這個足像佛決權 這個也比這個美國總統的佛決權權力還要大 我現在跳到第二個議題啊 就有關神府組織啊 神府組織存不存 是不是要保存 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想我們必須要顧慮到一個問題啊 這個今天只有我們叫台灣的只有台灣省 你如果把台灣省廢掉了 這個台灣這個名詞要依附在什麼地方 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所以全世界變成承認台灣這兩個字的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他一直認為我們是他的一個省 那我們自己的台灣省到哪裡去 我們把它廢掉了 所以這不是說我們覺得說在體制上合不合理 要不要把它拿掉就可以來把它拿掉 我也承認體制上的確有疊床架屋啊 有很多漢格的這個地方 可是如果你考慮到我們再跟對方來做一個對抗的情況之下呢 這恐怕我們就必須要三思 所以我主張啊 我最後把這一段話講完了 我主張給省政府一些特別的功能 就有某些我們覺得說應該要獨立在政府組織之外的權利啊 不妨就給省政府去做 比如說高中職的這個教育主管 是不是給省政府就變成一個 一個主管高中職教育的一個機構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也很少有這個國家 由中央政府來主管高中職教育的 那你讓省政府有一個功能 把這個省的這個名稱保留下來 也可以在對抗中共的一個統戰的策略之下 我們有一個回應的一個基礎 那第三個部分我想我如果有機會在第二輪再回答 謝謝 我們謝謝楊教授 這個楊老師特別提到這個美國的總統 美國總統確實他有很大的權力 但是他國會同時有同意權 國會同時有調查權 那所以其實還是要回歸到最原始的一個問題 怎麼樣權力分立 怎麼樣彼此相互制衡的問題 這個部分等一下可以請大家再多加發揮一下 我們謝謝楊老師 我們接著請吳峰山 吳董事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議會先進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議會先進 泰國文書 李寶豪 總統確實必須再做修改 那麼以下是本人依據台灣的現狀 以務實 可行為首要的考量 針對現這一段的修憲 針對今天的討論的提綱 所提出的意見 首先關於三權五權的問題 國內一直存在一種聲音 已經很久了 就是認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 是標新立義 認為三權分立才是世界潮流 我看貴院這次給的資料 這一次希望把五權改為三權的提案 就有四案 就是15407 15906 16966 17410 我一算 提案的委員跟連署委員加起來 就總共到了122位 可見在立法院 會除考試跟監察兩院 是多事委員的共識 不過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個人認為會考試 監察兩院可以 但是會考試跟監察兩全不好 為什麼會監察兩院 考試院可以呢 就是因為考試跟監察兩全的規模 實在不必以其他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等量齊觀 沒有這個必要 那為什麼說不好呢 為什麼把這兩個全匯除不好呢 我先談考試權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一個社會的階級流動 是這個社會安定的最主要保障 而公平的國家考試 又是社會階級流動的最主要途徑 因此當然要讓國家考試權脫離行政權 讓它超黨派獨立存在 不過在談監察權 監察權的要義 是在於保障人民不受公權力的傷害 現在世界上有過半數的國家設有監察權 而且還具體增加當中 國際上很久以前就有一個組織叫IOI 就是國際監察史社會 我國是非常受尊重的一個會員國 我研讀相關的資料就發覺 各國監察權的設置要領各不相同 但是保障人權的使命是完全一樣 各國監察官職的名稱各不相同 但是作為保民官的性子的義許同工 那因為是保障人權不受公權力的傷害 所以當然應該要獨立行政權之外 讓它超黨派的存在 至於貴院有部分委員主張監察權 併入立法權 我要坦白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不宜再繼續擴充 而且據本人多方面了解 現在台灣社會的氛圍 也是這個樣子 剛才吳秉立委員 引到聲音把監察員批評一番 以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很典型的一竹竿大翻一條船 我在那邊六年 我從來就沒有做過馬政府的監察員 在那邊七三年 哪十八年 可以考慮在總統府下面設中央選舉委員會 中央考試委員會 中央監察委員會 今天本人依然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 至於這次貴院由鄭立軍委員領銜的第17411號提案 希望人權的保障大乎擴充 八年前聯合國就這樣子呼籲世界各國 所以我們才在總統府設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現在認為如果把中央監察委員會 改為中央人權委員會應該也是很好的智慧 因為監察院本來就是半個人權院 至於考試院他的保訓業務跟全系業務 他們做的工作本來就是人事總處的職權 那麼監察還有一個審計部 因為是事務權 你們主張把它移到立法院 本人不反對 第二就是台灣省政府的組織 簡單的講 不能贊成台灣省政府徹底廢除 福建省政府也跟著順便徹底廢除 當年會成台灣省的時候 各方意見很多 所以最後妥協之中改為精神 所以很多省府聽出 就改成中央各部會的中部辦公室 這是後悉的 省政府還留下幾十名工作人員 省議會改成省治議會 我認為這是唯德不足 我在監察院任務上 特別立案調查 歸然這次由李敬毅委員 領銜的第17505提案 引用監察院的報告 說是台灣省政府 事實上已經無政可施 無功可辦 這就是我說的 我在那個調查報告上還說 因為省政府無政可施 所以省治也無事可議 不過當年台灣省政府 存在的時候 對治山治水跟基層建設 發揮的功能 那所以這個 這個假如 規案能夠同時注意到的話 我就善莫大言 那麼最後一分鐘 講內閣制跟總統制 或是雙首長制 做一部分的說明 我就不重複 我只講三句話 第一個 民主憲政 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政治土壤 的問題 的問題 民主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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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斷成長的問題 所以就台灣朝委所累積的歷史經驗來講 很明顯的 實施總統制 比較無難 比較順當 第二個 總統既然直接民選 依照台灣政治社會特性 總統 總統 實質上 必然變成國家最高行政所長 如果 仍然以行政院長 為最高行政 是自己 至少麻煩 第三 總統 既然實質上 變成國家最高行政所長 那麼總統 跟行政院 跟立法院的 互動要領 必須重新制定 讓總統 權責相對應 讓政黨 沒有惡鬥的 絕對必然 讓國家 這個國政 可以比較順暢的運轉 那麼可能 也比較讓上天 比較心甘情願 保佑台灣 謝謝 謝謝吳董事 提出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 廢兩院跟廢兩權 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這個 我們必須要做更深入的探討 是不是要把它放在所謂 總統牧底下 變成中央選舉委員會 中央人權委員會 中央考試委員會 這個的確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我們謝謝吳董事 我們接下來請 世仁傑施教授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在座各位的學者專家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把我的一些實質的意見 提供給這個修憲委員會參考 我有書面意見 我大致就是按照書面意見做說明 我想 我自己在學校也教我比較政府 那實際上我在美國長期 這個 待過 那我對美國總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剛剛我想這個 楊太順教授已經談蠻多的 那這跟我今天談的重點也有點關係 那我先講整個大致上的論點是這樣 成熟民主國家的憲法 採取的這個政府體制一定是希望 政府那個體制要精簡的 權力分立跟制衡的一個架構 這是一個手段 透過精簡的體制呢 能夠增進政府運作的民主客責跟效能 另外一方面也防止政府機關 制衣亂權 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 這是目標 那台灣剛好實施一套呢 超級複雜的體制 但是未必能達成目標 那個超級複雜 如果用數學來講 三權呢 是吸三取二 只有三種關係 五權 吸五取二呢 會有十種關係 我想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數學 所以在這個基礎下來 其實我有兩個主要的主要的看法 第一個 我非常贊成的台灣應該走 三權分立的跟制衡的政府體制 那在這個政府體制之下呢 我會建議呢 我們應該嚴肅的選擇呢 是以美國總統為主體的行政立法關係 那以下我就說 我就這兩點做一點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個 在三權分立的一個情況下 我當然會主張呢 不要考試院跟不要監察院 那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為這個理由 第一個 不要考試院 這一點剛剛我想吳芳川委員提到 我談的是院 那個跟執掌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一個不必為政府 運作經營成敗負責任的憲法機關 卻完全主導政府運作經營最核心的要素的 制度跟政策面的規劃 就是人力支援的規劃 而且不受任何責任的制衡 這完全被理憲法設計的基本原則 我想除了公務人員的考試這個以外 行政院沒有辦法規劃自己的人力支援管理的各項制度 這是全世界國家大概警戒的一個制度 這樣不合理的一個權力分立的設計 我經常會看到 我自己寫過文章 我會認為經常來成為台灣各級政府 運作效能跟競爭力的這個主力 而不是向上的一個推力 那具體的主張 我會主張說憲法 我們就修憲法的一個徵修條文第八 第六條 但是那第六條條文 第六條條文是這樣寫的 是這樣寫的 就類似說 憲法第八條 第八章停止適用 但是要加一個 就是說 把本來那個第八章裡面的關鍵的東西 轉換成說 政府非政務職的公務員 跟或其他全職人員 初次臨用的時候 還是應該尋公開競爭原則 我覺得這是公計制的一個原則 那這全世界都會遵守的一個方式 那具體 考試院現在的執長其實就 怎麼去移轉 就移給行政院 那我想行政院要不要再重新做 改那個組織結構調整另外一回事 如果沒有的話 就移給人事行政總處 可是我覺得人事行政總處下面有兩件事情 要特別把它凸顯出來 一個就是考選 那我贊成了 在人事行政總處下面呢 成立一個相當中央三級的獨立機關 我想這是套用這個中央行政機關 基準法那個獨立機關的一個設計 或者甚至我們也可以成立行政法人考選委員會 第二個我覺得保障這個事情還是可以留著 那保障這也可以在總處裡面設一個 專者的保障處 至於其他一些人事行政管理重大業務 我覺得就是在一個總處下面 怎麼樣再去做權衡 這是可以處理的 第二個為什麼監察院不適合繼續存在 我想我的簡單的看法是這樣 一個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憲法機關 其實剛剛有一些委員談過 卻掌握了影響民主責任政治的權利 這些責任政治的權利 包括調查 彈劾 糾集 糾正 而且沒有受到責任的制衡 這也完全背離民主憲法設計的一個基本原理 那過去一些年來 我自己在行政院服務的一個經驗 我也同意不是所有的監察院委員呢 基本上都是那個行為模式都也許被受聘 但是某一些委員呢 卻會經常以個案調查跟糾正的權利為工具 對行政院包括地方政府體系呢 政策業務面向要求或指導 這完全違反民主政治的原理 所以呢 我覺得未來呢 應該把監察院呢 基本上就第七條裡面就還是這樣寫 憲法第九條停止適用 可是要增加一些東西 在第四條在談立法權的時候 就把立法權下面設審計部 當然要審計委員會也可以 但是裡面要強調說 這個審計委員會審計部 應該依據法律獨立行使 獨立運作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但是彈劾權我覺得 立法案擁有什麼彈劾權要好好設計 我基本上的看法是這樣子 立法案對中央政府的政務職位有彈劾權 彈劾通過呢人員就去職 那對法官跟檢察官跟常務次長 還有十三職等 你應該只對這些 其他不要了 那這些呢 有彈劾權 彈劾案通過以後交給司法院審理 那彈劾員應該僅限於呢 違法或嚴重失職 我覺得這個是要 也要做一點點調整 那當然立法院對應該擁有 這個調查權 那至於其他比較細定的一個做法 我想書面意見有寫上去 我就不做說明 第三個有關改美國總統制這個事情 我還是贊成的應該走美國總統制 那當然這個書面意見有談蠻多 現在很多國家有半總統制 但半總統制有他歷史的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歷史的一個背景 那應該這樣講 總統制跟內閣制各有優缺點 那老實說 總統制其實是讓政策形成過程 更負民主機制的一種制度 但是他缺點是反而是讓政府運作效能 是比較不利的 內閣制剛好相反 那在這種基礎下 我寧可選擇美國總統制 我不要選內閣制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 民主那個政策形成更 更 更負民主性 我覺得這是好的一個制度 那所以呢 在總統制下當然有一些 必須要去配套的一個措施 我想有些部分我就不太談 那為什麼我還是贊成台灣 應該走總統制 因為我覺得 我們已經選了這麼多次的這個總統 如果你再走回內閣制 真的不符合人民的一個 情感的一個期待 那調整工程其實也好大 所以在總統制下 我覺得就直接廢除行政院 總統直接任命 各部會首長 但是有一點稍微修正一下 我覺得在台灣不太可能 那部會首長還要經過 國會的這個行政統一選 我希望他不適合的 這個我們可以說 那國會就擁有完整的 調查權、立法權 跟預算審議權 也可以質詢 部會也可以有審計權 我想國會擁有這些權力以後 他可以實質上監督總統領導的 政府部門 我覺得這個部分到 不用太擔心了 更何況 在美國總統之下 總統本來就不對 國會負政治責任 我說政治責任是曲折的責任 在他是雙遠民主的激勢下 總統是對選民負責的 政治責任是這樣運作的 那我想最後一個應該這樣講 如果說真的修憲 大家有困難的話 我倒提出一個簡單的一個概念 我把它稱為叫做 三權plus的這個修憲版本 這個三權plus的修憲版本 就是說我們還是保留 考試院跟監察院 可是大幅把他執掌縮減 其實跟我剛剛談的重點很像 考試院就修憲把它改成 負責兩個執掌 一個就是考選一個就是保障 那考試院下面所有部會 通通呢裁測掉 那他可以在考試院裡面 設一個考選委員會 還有保障委員會 就解決了 那考試委員就只要剩下 院長副院長加三個考試委員就好了 那事實上那個 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都是考試委員監 只要五個人就夠了 那監察院呢 我倒覺得呢他執掌就只限你 剛剛那個我想 以前的這個委員提的 就是變成保房 那個監督師啊 就是不同的方案 他基本上就是接受 人民的陳情調查 他不主動調查 可是調查完以後呢 基本上要公開 也送給 行政機關參考另外送給國會 需要進行調查的時候 就國會根據這個呢 來進行 我想也不太構成困擾 那這時候監察院呢 事實上只要七個人就好了 包括院長副院長 我想這基本上 我大概是我比較 大致上的一個看法 那監察院現在的包括 財產申報啦 或者是政治獻金 這些有些應該 以給那個法務部的連政署負責 有些應該以給那個 中安選舉委員會負責 那以上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謝謝施教授 我只能說 施教授跟我一樣 學者出身 留美背景 所以我們很多想法都一樣 很多想法一樣 包括這個 考試院的部分 特別是 未來只處理考訓保 然後把全區部 跟人事行政總處 其實是整病 這個 這個觀念蠻一致的 這個不過還是要 修圈委員會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 謝謝施教授 那我們在場還有幾位委員 我介紹一下 我們包括趙天玲委員 包括李貴銘委員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趙天玲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李貴銘 李委員 好 那個今天的討論題目 提到了這個 選舉制度 以及選區相關怎麼樣落實 票票不等值 跟我們的公平性的問題 那我今天要針對聯力制的部分 來分享我的觀點 首先呢我們認為說 在選舉制度裡面 單一選區它有個歷史背景 他希望說過去這種 複數選區裡面 因為在光譜上面容易走向極端 走向少數的光譜 就可以當選的 這樣的一個國會亂象得以改變 所以建立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這一點我是支持的 但是當時所採取的是日本的病例制 而不是德國的聯力制 他說產生了一個 我們認為在它的得票率 以及它在席次上面 嚴重落差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是怎麼問題呢 我們就以本席的這一屆 立法院的選舉 也就是2012年的選舉為例 國民黨呢拿到的 這個政黨票得票率是 44.55% 民進黨是34.62% 親民黨是5.49% 台聯黨是8.96% 這是有過5%的這樣的一個政黨 那但是國民黨它只有拿到不到5成的44 就是45不到的百分點 但它的席次呢 卻拿遠超過於半數57席以上的 高達到64席 也就是超穩定過半 但是它的得票率呢卻不到5成 而民進黨呢 它拿到的是34.62的選票 本來應該有42席 它只拿到了40席 那我們看到對小黨影響更大了 親民黨呢 它拿到5.49的選票 本來應當有6席 可是它只拿到了半數的3席 而台聯呢 影響特別的大 它本來應該有8.96的得票率 它應該得到的是11席 但它只分到了3席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導致的結果就是 本來人民在政黨得票率裡面 整個在野聯盟 也就是說非總統的那一個政黨的聯盟 其實是超過5成的 但是呢他們在立法院裡面的國會席次呢 卻是遠遠的落後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一些民意不對等的部分 它往往就必須透過社會運動 甚至更激烈的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 它才有辦法去平衡這樣子民意的落差 所以呢本席認為 如果我們能夠改為聯立制 讓我們的這個 維持5個百分點的小黨門檻 那我們就可以讓真正能夠超過5個百分點 有一定代表性的小黨 它能夠得到應有的席次 而讓主要的大黨 它也有所警惕 而不會在並立制裡面去取巧 得到超過它應該得到的選票 而再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在我們台灣是單一國會 沒有辦法有參眾意願 來平衡掉票票不等值 而每一個縣市要有代表性的問題之前 我們就可以透過聯立制的方式 讓我們雖然有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可我們又可以保障到 像金門、馬祖、澎湖這種小的縣 或原住民的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達到的是說 起碼在民意的基礎之上 在國會裡面得到它應該相稱的席次 以上謝謝 好 我們謝謝趙天明委員 我們接著在進行學者的部分 我們請中央研究院蘇惠傑教授 主席 然後各位委員跟在場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可以到立法院來參加這個修憲委員會 那我今天的發言可能主要比較針對在那個 就是怎麼樣在修憲的程序裡面 進行政府體制的選擇 然後在選擇的時候必須要在意哪些問題 好 那我有一個圖表化的發言資料 那我想說圖表化可能大家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在談這個修憲程序裡面的政府體制選擇的問題呢 其實主要可以再分為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形式的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大家現在談了比較多的實體的問題 那第一個其實形式的問題是現在好像談的比較少 但實際上必須要加以考慮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底要繼續的去修改憲法的真修條文 還是說我們應該要回到本文的框架裡面去進行 那這邊其實會牽扯到的問題就是 當時之前在修憲的時候 涉及中央政府體制的部分呢 我們比方說像真修條文的第三條 就是我們把行政院長的任免放到總統的手上 可是因為他是在真修條文裡面講的 可是凍結了憲法本文裡面的某些條文 但是沒有凍結的部分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漏洞或者是漢格 比方說像原來的憲法本文第53條說 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 那這樣的話其實後來就會跟 真修條文第三條在檢視上面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是如果我們繼續在真修條文的框架裡面去寫的話 可能是不是之後會再繼續跟憲法本文產生一些衝突 這是必須要考慮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有看到 就是在立法院的提案裡面有一些是關於人權條款的修改 那在提案裡面這個就是針對憲法本文去做修改 那如果說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就變得沒有理由在考慮政府體制的時候 在真修條文然後人權的時候就直接修改本文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真修條文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可以考慮把它取消掉 那我們乾脆就直接回到憲法本文 這個是形式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實體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就我自己所理解的部分 也許就是討論比較多的起因是在於說 我們對於總統的行為開始有一點點的不信任 就是會認為說因為總統任期的規定 所以即使不管他的民調如何的起落 他就是可以做到滿為止 除非有一些極度例外的狀況 那當他的民調很低的時候 我們就很害怕總統會暴衝 所以呢接下來大家就想說 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我們要考慮如何的去修正 那其實這個修正呢 其實有可能有兩種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強化國會的制衡 那這個想法其實在去年浮貌爭議的時候有產生 可是目前的討論呢 卻比較傾向於第二個方面 就是把總統權給弱化 那甚至是到虛偽化的程度 好那因為現在大家比較常討論的是這個第二個選擇 所以我接下來就針對這一方面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那大家在第二頁的那個第一排可以看到 就是說現在不管是內閣制 準內閣制或者是辦總統制裡面的總統 總理總統制的支持者 他們其實真正的重點是希望重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雙向責任 這個雙向責任就指說 國會對內閣必須要有一個持續穩定的信任關係 然後第二個是說那內閣或者是總統 對國會可以有解散的權利 那希望可以做一個完整的配套 那現在在提案就是在某些提案裡面也有提到的 格魁同意權就是在這個框架裡面談到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個人的理解是 這個其實並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 是因為底下有三個可能是更重要 而且更根本的層面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 而這個已經不是單單的格魁同意權所能夠解決的 第一個是比較現實面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往內閣制的方向前進的話 那勢必會產生一個結果就是 總統權的弱化或者是虛偽化 那必然的結果我們就必須去問說 那總統現在的總統直選要怎麼辦 好那就可以說我們接下來就是仿兆內閣制 讓他去由國會間接選舉 那我們第一個要面臨的問題就是 台灣人能不能接受以後再也不能夠直選總統 所以這個是社會支持度的問題 好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內閣制跟直選總統其實並不是互斥的 所以我們就算走向內閣制 我們也可以保留總統的直選 好那接下來還是一樣的問題就是 那我們對於勞民傷財 然後幾百萬票投出來總統 我們是不是能夠接受他就是一個傾望值 他就是一個表征 但是他沒有實質的權利 所以這個也是社會支持度的問題 好那這個還算是比較小的問題 真正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現實的選舉制度以及他所造成的國會組成 還有我們的政黨跟政治運作之間的關聯 這個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只談隔魁同意權是其實沒有辦法解決 甚至很可能會惡化我們的政治運作 為什麼這麼講 是因為第一個我們現在的選之是極度不利小黨 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說我們有5%的門檻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政黨比例 席次其實只有總席次的三分之一 所以就算可以跨過5%門檻 它所能夠分到也只是三分之一的總席次裡面去分 它不是用113型去分 所以對小黨來講它的影響力會很低 所以在整個國會的生態裡面小黨就會極度的不利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的政黨的現實是 我們有一個我們是強力的外造型政黨 那這兩個加起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想像它在政治現實上面就會產生 你即使在理論上面把它設計成 它是一個完整的雙向的責任的制度 但是它的倒閣基本上是幾乎不可能 所以這個對於少數黨它在政治折衝上面的能量 就會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也可以想一想就是過去台灣的倒閣 從來沒有成功過 對 那這個也是就是我們在考慮 整個制度設計的時候不能夠忘記的 那最後就是這個是一個比較法上面的 也許是論點的提供 就是即使是在內閣制的國家 他們現在內閣總理也有總統化的傾向 那它有一定的政治現實的背景 但是這個政治現實的背景呢 到最後就會加上剛剛所提到 就是政治選舉制度國會組成跟政黨地位 這些種種的現實上面因素 再加上因為必須要快速的因應政治上面的效率的問題 所以所導致的總理總統化情形 那我們就可以設想 就算是非常非常的極端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設想的一個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沒有任期限制 而且永遠不會政黨輪替 然後再加上即立法行政政黨的權利於一生的總理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是我們在考慮政治設計的時候 所必須要很嚴正的對待的 好最後時間到 但是我就講一下結論 我結論就是說 格魁同意權或者是政府體制的設計 它其實不是單一可以把它獨立出來的議題 而是必須要去注意到選制 還有選制所產生出來的國會組成的問題 還有它最後所可能會導引出來的 立法跟行政的運作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嚴正對待的 謝謝 我們謝謝蘇教授 蘇教授提到的問題有兩個部分 我稍微做一下回應 一個是到底要修本文或是修徵修條文 那目前我們的方式都是尊重提案委員的意見 有的提案委員直接提修正本文 有的委員提修正徵修條文 所以這個有不一樣 那到時候修憲委員會會不會最統一的規定 這個我們還要再討論 這個部分做一個回應 那第二個提到制度的部分就是說 現在其實做各種民調來看 贊成格魁同意權的其實也蠻高的 那反對總統不止選的更高 意思就是說 只要任何改變現在的制度 大家都有所贊成 但是也有所質疑 所以還是必須回歸到憲法的修正 真的從理論的部分來實際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謝謝蘇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顧中華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顧中華老師 主席各位立委還有各位先進 我想今天已經進行了很久的討論 那我個人是代表全國憲改聯盟這個民間團體來參加 那我們全國憲改聯盟是由將近40個團體組合起來 就是很關心這一次的憲改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這一次的憲改跟前幾次可能稍微要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們民間的聲音呢 希望能夠被聽到 然後也能夠變成這個共識的一部分 那我以下有四個看法 那第一個呢我是覺得說 憲法 雖然我們不是法政學者 但是大家都知道憲法是一個根本大法 所謂的根本大法就是它是權力的一個來源 就是不管是政府或是公民在行使各種權力的時候 這種power當然也有right的意思 它其實這個憲法賦予了正當性跟合法性 但是是不是合理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因為合理它有很多的時空條件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現在用的這一部憲法呢 其實它跟早期設計的時候有千差萬別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困擾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現實的條件之下 要去修改這個憲法 可是又好像沒有辦法完全量身定做 所以也是充滿了妥協 包括前面的七次的修憲 導致我們現在呢 我記得這個李俊運委員的父親 李好喜教授曾經講過說 我們真的是一部龍的憲法 就是什麼都不是全部都集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子把讓這個龍真的修成是 就是我們在現實裡面呢 它一方面可以節制政府的權利 另外一方面呢 又要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的這些人權呢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當然是持續要努力的方向 不過我們也覺得現在這個修憲議題啊 在社會裡面呢 得到的這個回想啊 實在還是不夠大 甚至好像沒有那個大巨蛋要不要拆 這個議題還有這麼熱烈的討論 那所以第二點我是想到說 想到這個大巨蛋 它原來也有一個很好的設計啊 可是到最後呢好像就變得有點 甚至名義說要不要乾脆就 讓它全部都拆掉了 那我們這個憲法好像如果剛才講說 它的原來是有一些想法 可是經過了五六十年的實際的施行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人民的智慧 真的是需要在一個現行的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啊 讓它變得更符合我們人民的一些期待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形式的變遷 要怎麼樣子去做一個思考 我覺得真的也不是只有學理的問題 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內閣啊 總統啊雙手掌 台灣現在就叫做一個現行制 就是我們現在在行使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在這個現行制上面呢 大家最不滿意的是什麼地方 然後覺得最要擴大人民的一些公民的權利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這一次如果修憲 能夠把這樣的一種共識召喚出來 然後讓朝野政黨呢聽到這個民意的聲音 然後能夠有一種意志力去貫徹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憲才會成功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像包括這樣的一種修憲委員會呢 我們覺得還是也許不夠有更多的參與 所以包括5月2號呢 全國憲改聯盟跟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呢 我們是有合辦一個憲改藍圖的會議 就是希望說不只是朝野政黨還有包括更多的公民團體 大家一起呢對於這個憲改要怎麼走呢 有一個凝聚更強的共識的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說像關於怎麼樣子去 假如剛才講到了這個大巨蛋如果現在逃生很困難的話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憲法 如果它在很多權力的保障啊 或是在一些權力的這個不管是分立或是分享上面 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的話呢 我覺得是不是朝野政黨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把這樣的一些評估呢 當作是這一次一定要完成的任務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也討論了很多考試監察兩院 這是今天主要的一個提綱嘛 那大家都覺得說考試監察兩院真的有點 包括王院長自己都覺得監察院該廢了喔 那為什麼這個中間沒有辦法 就一鼓作氣的讓我們從五權真的就回歸到三權呢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考試院啊監察院 雖然剛才四人節教授很妥協式的說 我們可以讓他的職權變小 可是不管怎麼樣他還是一個院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而且他是真的是在所謂的五權分立 那你就沒有辦法讓三權真正的發揮他應有的功能 因為我自己另外一個身份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創會的理事長 也是現任的常務理事 那剛才這個羅成中教授講說這個立法院這個名字喔 好像太限縮了喔 因為立法院應該是有很大的權力 他應該是一個國會 那我們在這個民間組織就已經替立法院證明了喔 他就叫國會喔 所以我們監督的是國會 那我個人又一直覺得我們去監督立法院裡面這些立法委員的職 他的表現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立法功能立法院的功能是被弱化的 就像剛剛講的喔 很多這種調查權 聽政權 預算權 決算權 這些呢其實在所有的議會主義之下 他其實是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制衡行政部門的權利呢 在我們的立法院是沒有的 所以當初我覺得我們原來的這一部憲法 因為他確實是多災多難 但是他在設計的時候啊受到太多傳統因素的干擾 所以到最後變成是行政權獨大 行政權獨大呢讓他沒有辦法真正的制衡行政 所以我個人認為喔 所以在第三點的話呢 我是覺得所謂現在要權責相輔 可能真的是加強國會的制衡力量 這也許等一下陳英全教授他會有更多的發揮喔 那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不管是廢除或是凍結了監察院 那至少國會的調查權跟聽政權這些 就可以得到完整的發揮喔 這樣才會讓我們的所謂的權責的設計啊 更朝向一個責任政治來運作 所以最後一點呢 我是覺得我們真的修憲的話呢 可能反而不是朝內閣制 而是對於現在的總統的權利 我們能不能夠再做更多的明確的規定 讓這樣的一個總統呢 他自己知道說他有這個位置呢 他必須如何做一些節制 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看到 你選上總統以後似乎是空白授權 然後他做的任何的決策呢 到時候就是變成大家會批評有權無責 那我想我對這一點的看法呢 是覺得我們應該要廢除考試監察兩院 然後要明定總統更清楚的職權 好 謝謝 好 謝謝顧仲華教授 我說明一下 這個目前憲法的規定 立法院是唯一的修憲機關 那但是我們不希望純粹是政黨的一個修憲 所以我們盡量把各種聲音納進來 所以包括邀請像顧老師 這個全縣盟的召集人 那今天那個胡伯彥教授 他同時也是時代力量的成員 那之前我們有邀請過范雲教授 然後也有邀請過徐月群教授 這個都是各個公民團體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都盡量把他邀請來 那這個都由各個輪值的招委來處理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 接著我們請文化大學吳英德教授 主席 在座各位委員 然後各位余慧的專家跟學者先進 大家好 我想大家聽了一個下午 對於這個今天這個討論的部分 一定有很多這個收穫 那我就我個人的幾個看法 提出很小巧的建議 那第一個有關於今天討論的題 剛剛的第一個部分 關於五權分立改為三權分立的部分 我想這個見解的部分 當然學者專家都已經提了非常多了 但事實上我們現行的運作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就考試權的部分 其實他當然考試員還是掌管非常多的這些業務 那譬如說這個公務人員的考試 那麼包括這個保訓這一類 但是因為他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因為行政機關他在使用跟用人權上面的人事權的部分 其實有很大的部分受到考試院的自走 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他用什麼人 但事實上他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決定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是大家為什麼會一直希望說 能夠把考試院拿掉的主要原因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就是跟監察權有關 那當然剛才各位學者專家也提了非常多 那其實如果說現在要把這個監察權 要把它移給立法院的話 那不是不可以 但我想立法院當然在整個規模跟制度上面 想必應該要膨脹至少是現在的兩三倍 大概才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立法院我想如果大院今天要做這樣子的修正的話 那我想在組織上面勢必也要面臨一個非常細緻 或者是龐大的這個更動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能大院在事後一定要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不過不管是不是要把這兩個院給拿掉 其實他都是涉及到憲法層面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我剛才聽了非常多學者專家的想法跟看法 其實我那時候我自己心裡面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如果今天立法院或者是修院委員會 決定要動中華民國憲法的話 這個是不是現階段我們最好的選項 我想我們有七次的徵修條文 七次的修憲的經驗 為什麼那個本文始終都不動 那或許有那時候的時代背景 但是現階段的台灣現在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想這個或許也是我們可以再多廣納各界的意見 那麼因為其實如同剛才主席所指示的 我們這個眼看的就是六月份這個草案就要出大院 所以看起來如果說要對於本文的部分 要再做大幅度的修正 其實就是監察跟考試這兩件事情來看的話 我想是不是還要再斟酌 當然我對於五權能不能改為三權 其實我沒有一定的看法 我是認為只要能夠貫徹它的功能 不管是放在哪一個部會之下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那第二個有關於提杠的部分 關於神府組織名存實亡 這個神府組織名存實亡 我想這個是政治上面的現實 事實上現在也是同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根本 我個人覺得是不太需要再討論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在憲法徵修條文的第九條的部分 其實有討論到 就是第九條的部分 其實有講到 關於這個台灣省政府的功能 業務還有組織調整 得以法律將之特別的規定 其實在徵修條文部分已經有提到了 那其實我個人蠻贊同這個楊泰順楊教授的這個見解 他認為說如果你把台灣省給拿掉了 那台灣這個名字該怎麼處理 這個我覺得這個或許也是我們應該要思考一點 當然我們只要用特別法把它做特別的限縮 換句話說它只剩下一個很單純的一個組織 但事實上它沒有完全任何的功能 譬如說就離我們最近 離大院最近的國民大會來看 就可以知道這個狀況了 就是國民大會在憲法裡面還是有的 但是它所剩下的組織跟功能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薄弱了 所以或許是不是可以採取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剛才也有學者專家提到說 這個還是一筆預算或者是業務上面的支出 當然這個是不可避免 今天如果有任何一個機關存在 這相關的業務跟支出是必然會存在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把它列為一定要存在 或者是一定要廢除的一個主要考量的項目呢 我覺得這個或許還可以再斟酌 那我想最後一個提剛的最後點 關於權責相符的部分 那權責相符呢其實我想 就政治學的角度來看 我國當然有這個爭議已久 就是內閣制也好 雙首長制也好 總統制也好 其實我想跟我自己個人的所學背景也有關係 我大學念的是兩個學位 法律跟政治 其實我在念大學 在大學的時候念書 我就一直覺得這件事情令我覺得非常的困擾 就是法律所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法條上面的規定是什麼 那麼我們就怎麼做這樣子 但是政治的操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在內閣制、雙首長制跟總統制的操作之下 其實它有它很細緻而且很特別的一面 那在如果現在我們今天要走內閣制 那這個我國目前立委的席次是113席 如果你今天要走向內閣制的話 那閣緣想必一定是依附在立委的身上 那這樣子的話立委的席次是不是就得增加 當然我看了大院所提供的這個資料 其實在這個提案的部分 其實有委員已經提案說 要把立委的席次要把它增加到150席這樣子 所以或許也是有可能在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要這麼做的話 又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行的總統是人民直接選舉的 那如果總統已經是民選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弱化總統現有的權力基礎 因為它是人民直接付託的 所以假定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倒認為其實我國應該是比較接近總統制的一種狀況 所以現在的狀況應該是說 應該要怎麼樣讓總統的這個權力呢 跟他事實上應該要負的政治責任能夠相符 那事實上我覺得 因為現在修憲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是建在弦上 就等於是朝野各界都認為應該要修憲 但是我的看法是說 是不是修憲真的是唯一的選項 其實透過憲政改革 就法律制度來看 就拿法律的實踐 其實人家說修法 包括你造法、立法也是一樣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實際上面目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它是一個疑問 其實還是在於政治人物 包括總統 或者是相關的政治人物 在守法上面 到底能不能堅持這個法制上面的原則 我想我們已經有三個民選的總統 第一位是李總統 李登輝李總統 第二位是陳水扁陳總統 第三位是現任的馬英九馬總統 其實三位總統都是民選的 但是三位總統我想對於 法律實踐的態度上面的 南緣北側 就導致我們現在這樣子的政治上面的狀況 所以其實大法官會議也有肯認 責任政治上面的一些問題 其實也做過了好幾個試制 例如試制461、585、613 難至於到去年才完成NCC的721 其實大法官都再三的肯認了 有關於責任政治這件事情 所以到底這個修憲能不能真的能夠完成總統的權責相符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我個人是持比較保留態度 倒不如是透過這個總統或者是行政院在實際上面的立法上面的實踐 就是法律的遵循的實踐上面 或許還是比較容易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以上向各位先進救教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吳教授 吳教授剛才提的其實就是大家一直陷在這個討論的迷思當中 就是我們一直覺得說總統制跟內閣制 國內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只選總統 我們選過李登輝 選過陳水扁 選過馬英九 造成現在我們一直需要修改憲法 所以這個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到底是人的問題或是我們體制的問題 或者是體制造成人的問題 所以是政治文化或是政治制度 這個是政治學或法律學憲法學的101 每次都在爭論這個問題 我們謝謝吳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油美女委員 然後後面請這個歐陽鴻教授跟陳怡前教授 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專家學者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這個立法院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的第五場的公聽會 那當然今天我們又增加了幾個議題 就是要不要費考間的問題 那其實今天聆聽各位專家學者我們得到一個 尤其是吳豐山 吳先生他所提到的 我們可以把院廢掉 但是不能夠把權廢掉 那這個是一個 那石南姐教授也提到 這個就是說如果要把這個院廢掉 那這些的權應該要怎麼樣去分配 做更細膩的一個去規劃 那我覺得是這些都是今天呢 可以值得就是參考的 那另外呢我們也看到說 對於這個動省之後 我們也就是修憲動省 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個整個一個省政府呢 事實上仍然存在著 那其實呢每一年呢 浪費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也看到 裡面仍然也有省長 還有省支議員 那省支議員雖然是無幾職呢 但是他享有 健保費、出席費、健檢費、旅費等各項福利 那根據2013年的這個決算的資料呢 我們21名的省支議員呢 一年一個人 他所支領的這些的 雖然名為是無幾職 但是他所支領的剛剛的這些費用呢 一年就要將近400萬元 我想比這個有幾職的還高 所以這些呢 事實上應該要 他其實就像剛剛監察委員 所提出的報告裡面就是說 他現在台灣省政府 事實上已經是無政可施、無功可辦 那對國家而言呢 整個是一個實質沒有任何的有效的作為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是不是還要繼續存在 我想在這一次呢 限改修憲的這樣的一個重要時刻呢 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考慮 那大部分呢 其實也主張說其實就應該把它廢掉 當然也有人覺得說 還是要再另外的考量 那至於呢 這所謂的 這到底要什麼樣的體制 我想這些體制呢 就是要去思考 但是這裡呢 有一點呢 值得去想的就是說 在我們透過總統的一個直選 所以我們的總統 其實他是擁有最大的 民意基礎 但是他卻沒有任何一條的憲法條文 可以讓總統參與日常政務的推動 所以總統他除了可以任命行政院長之外呢 依據我們的 還沒有被凍結的這憲法條文呢 國家的重大政策 是要由立法院跟行政院共同來推動 所以你會看到說 總統他的權力是直接在 整個一個權民選出來的 他的權力有這麼的大 可是卻沒有任何憲法條文 給他推動政策的這個權力 所以導致呢 總統呢 他造動不安 所以容易 但用什麼 用他憲法外的管道來行使他的權力 可是這又不需要對人民負責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所以呢 今天到底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制度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 可能就是我們應該要把總統的權限 讓他更明確化更合理化 是不是這也是一條可以解決的一個方式 我想這個也提供大家來思索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游美女教授 我們接著進行學者的部分 我們請歐陽宏教授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以及各位先進 大家好 今天在此已經聽了相當多寶會 一些意見 尤其像是早上我們看到 剛剛有看到這個吳秉瑞委員 他非常的意證言辭地 指出一些監察院那些不當的地方 所以有關於廢除監察院或者是包含連考診院都要廢除的意見 我覺得確實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在這邊僅僅提出一些小小的淺見 我們先從權力分立的角度過來再去進行小小的思考 那我們都讀過所謂的龍的憲法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論述 而且其可信性真是自不代言 我們都知道一開始在歷史上面來講 讓監察院和考試院從所謂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人員 給它這樣剝離出來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確實是造成了一個所謂的一個兄弟所獨創所發明的一個見解 因此造成了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大家所提出來的一些批評 那當然我們原本這樣子一個錯誤所採取的一個物權分立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值得在現階段已經運作一段時間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居然去採取所謂的三權分立的做法 就確實是這三次 雖然我本身也是留學美國的 所以相關的一些制度某種程度上來講 當然採取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 其好處當然也是也是自不代言的 但是至少現在我們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我們要看看我們到底存在著多少論述 以及多少可能性 來做我們修憲的一些思考的一個豐腐化 目前為止我們大概整理出來的可能論述是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廢除考間兩院這件事情 直接改裁所謂的三權分立這種體制 第二個方法是可能我們可以看得到一種想法是 我們直接縮減考間兩院的一些人數 那當然這個部分某種程度上也有呼應 我們剛剛像羅老師他所提到的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所謂的預算上考量 因為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誘人的一個思考 因為我們國家預算真的是相當相當的一些有限 那麼整理下來的話我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所謂的如果我們直接把所謂的考間兩院廢除掉的話 某種程度上我們顯而意見 可以可能直接觀察到一個狀況是 是不是這個監察權回復到立法權以後 反而可能會造成所謂的立法權又過度龐大的一個現象 因為確實我們知道說各位立法委員原本的權力在我國裡面 真的是相當的大 某種程度上立法權確實是在有關立法法相關的一些研究 比較缺乏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似乎是比較缺乏一些所謂的制衡的力量 所以如果讓監察權回歸到立法委員裡面去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會又會再一次造成所謂的國會權力的膨脹 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更何況如果我們今天從預算角度過來看 如果今天我們把監察院廢除掉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這個預算不是瞬間可能就會沒有的 因為它跑到立法權裡面去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勢必可能必須要在立法院裡面 再增設更多人手才能夠去有效地行使所謂的監察權 即使它有機會去行使的機會和次數並不多 但是這個預算是不是仍然有可能 從所謂的監察院而反而產生所謂的流動到 所謂的立法院這個現象 這是值得我們要去考量到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是把考試權納入到所謂的行政權的話 也可能會又讓我們的人事這個權過度集中產生 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符合原本我們在談所謂的權力分立的這個要求 這就是值得我們再去考慮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廢除考監兩院制度 然後我們今天又在所謂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底下 又再重新設置這樣這個所謂的考試和監察制度的話 恐怕是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多此一舉的現象 因為原本考試跟監察就是有它的一個價值的一個存在 即使我們今天不管是在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的體制底下的時候 三權分立國家底下過來看的話 因為它是設有獨立的人事組織跟監察室等等這種監察制度 所以在國內比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一些見解裡面 主張廢除考監兩院的人其實也會去支持這樣這個設置 具有所謂的獨立的人事機關 以及監察人權保障跟速攤功能的一些獨立的一個機關 那麼在現在考試監察兩院的設計裡面 某種程度上是有機會去發揮這個功能的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是在廢除考監兩院制度形容下 仍然必須要在所謂的相關的一些其他一些機構裡面 重新設置的話 那麼譬如說我們今天講說 行政院裡面又在設獨立機關來獎勵這種考試院的職權 或者說是在審計部裡面 把它改例到立法院裡面去的話 而由立法院來請監察權的話 那麼這種情況底下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制度上的一個改例 那麼能不能發揮到原本我們所期待的一些效果 這是我可能會去質疑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今天要去進行相關的改革的話 會不會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改革成本過大的問題 顧不論修憲的門檻是不是過高了這個狀況 而是如果我們真的改革成功 我們真的成功了的話 那麼把這兩個制度 兩考試院跟下院完全廢除掉的話 那麼會不會產生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在設置整個其他一些機構裡面所產生的旗艦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草案裡面 立法院是不是可以重新設置這樣這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其實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見 所以在這樣這個思考情況底下時候 我簡單的再去整理出目前為止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了一些方向和論述 來作為一個不同的一個思考 那就是如果我們還是要維持現有架構 如果我們不得不的話 那麼要怎麼樣去讓這個架構 仍然存有它的一個可行性 譬如說我們現在最觀察到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考試院和監察院至少他們的人數 其實可能相關一些委員人數真的是蠻多的 而且這可能實質上是影響到所謂的效能 包含到我們所看到的彈劾案的一個進行 那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考試院它的人數是 設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十九個人 這是憲法徵修條文第六條第二項 考試院修事法裡面第三條裡面所相做的規定 監察院則是設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共二十九個人 OK 非常非常的多 這是在憲法徵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裡面的規定 考驗兩院事務跟組織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們不會比所謂的行政事務要更為繁雜 但是他們會去設置了這麼多的一個 所謂的部長級的一個官員 OK 所以從這個角度過來看 他們是不符合我們所謂的政府組織改造 這種精簡的這種精神的 那更重要的問題一件事情其實是 因為這兩個機制他們所採取的是合議組織 所以當委員人數過多的時候 其實你的共識是根本 你是很難達成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職權行使門檻是更是過高的 譬如說彈劾案的行使 彈劾案的行使是由監察委員兩人以上提議 九人以上的審查跟決定 那你才能達成 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門檻 審查認為不成立 而提案委員有異議的情況 你現在時候要怎麼辦 將該彈劾案令付其他監察委員 九人以上審查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彈劾案的進行 某種程度上這可能不是所謂的憲法上面的一個缺失 而是我們在法律的設計上面來講 讓彈劾案的一個成立過度的複雜的情況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真的要讓監察權發壞功能 以這邊這個角度過來看的話 其實是在監察相關的一些法令 監察法裡面直接做出修改 至少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所謂的監察權 先在沒有辦法修憲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先讓他發揮到某種他的一個功能存在 最後再簡單講一件事情 就是任期的一個問題 因為相關的一些任期某種程度上 並沒有採取任期交錯制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很容易會產生一些弊端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再去多說 我只能簡單跟各位報告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是在修憲的情況底下 沒有辦法達到一定的共識的話 那麼不管怎麼樣先查權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揮功能 那麼這就是我們應該要有機會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歐陽鴻老師 提到這個考間兩院到底是制度的改例 或是它本身是一種憲政結構的改變 那這樣的憲政結構的改變是到底要用修憲的方式 還是其實用考試院組織法或現場院組織法 可以做一個適度的調整 這個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做更深入的探討 好 我們謝謝歐陽鴻老師 我們接著請陳一淺老師 主席 各位先進 很高興今天說要來跟大家談這個我對現改的看法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關於這個考監兩院的問題 其實我非常同意修憲的意見 就把監察院廢掉 然後另外設一個獨立的審計單位 然後考試院另外設一個獨立委員會 我想應該這樣大家就可以 那省府的政治問題 這個我想這個是政治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再多講 我沒辦法再同意更多 那關於中央政府體制 我有一個粗錢的想法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談大巨蛋 大家發現說其實大巨蛋非常的複雜 你即使發現它有錯 你都要把它蓋完才能拆 那其實憲政體制呢 是比大巨蛋還要複雜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不是你隨便加一個糧 添一個柱 所謂的總統制加那個制 把它加起來 或者說拆一塊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仔細去研讀了一下一些憲法 或者是比較政治學的一些研究 其實到最後我看沒有一定的結論說哪個制度比較好 即使研究所謂半總統制 那也有這個很有名的這個 Roberts Aoki 那個艾爾蘭吉的那個教授 他2010年出一本書 在警告所謂的這個總統國會制的危險 可是他的分類其實我不太同意啦 因為他說法國也是所謂的這個總理內閣制 然後到最後他說台灣呢是一個例外 那可是他最近呢 我看他最近4月的寫一篇文章 他自己也認為說其實政治學呢 還是要謙虛一點 因為他發現其實這些統計 他先做了一個定義 那這些定義然後再去做一個所謂的回歸 但其實這個回歸只是一個機率 那這個機率也不能夠代表是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你很難說採取什麼制度就會產生什麼結果 比如導致民主崩潰啦或政治不穩定啦 這他自己的看法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回到台灣來 我覺得簡單的看法就是第一個 我認為單純恢復革回同意權 這是不可裁啦 為什麼我們自己想想看 我們以前李總統曾經任命過這個 好伯春當院長 任命的時候說我跟他肝膽相照 沒多久就說我跟他肝膽劇烈 這為什麼這很簡單的道理啊 其實所有學憲法學跟政治學的人都知道 行政權一定要統一啦 你可以把行政權切割 即使同黨的人都會打架啦 這個是非常非常淺顯的道理啊 非常淺顯 很早以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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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他講過了 國會的職權是在監督啦 不是在那邊搶位子 那很多內閣制到時候會來會崩潰 那個都是因為 因為國會都一天到晚在想怎麼倒閣 怎麼佔位子 那個那個那個就會崩潰啦 那其實在國際上我們也看到像烏克蘭也是這樣子啊 他原本總統任命總理是不需要國會同意的 後來說改成要國會同意 這樣沒有比較好呢 沒有 大家看一看那個橘色革命 轟轟烈烈吧 大家覺得很好 不過兩個領導人呢 一個當總統 啊那個 那個綁馬尾的那個漂亮的那個 Timoshenko呢就當總理 那剛當上總理的時候總統說 哇你真是我們橘色革命的這個榮耀 就沒幾個月了之後說 你是橘色革命支持啊 背叛橘色革命啊 那這個Timoshenko後來下場就是 當然不是那個總統把他抓去關啊 後來下任總統就把他抓去關了 所以其實這些總統制那個字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回歸到一個 比較現實上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在台灣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一般的大多數的人民就是覺得 行政權的歸屬應該是選總統 不是選了國會再來決定總統 這是所謂總統制跟內閣制最大的差別嘛 因為內閣制就是行政跟立法的融合嘛 選了內閣然後決定行政權 那總統制就是選了總統決定行政權 那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不然我們現在看一下現在國民黨的問題 朱立倫市長說我不要選總統了 那國民黨立委很緊張啊 那為什麼會很緊張 有什麼好緊張 因為總統是最重要的位置 因為決定了總統就決定了行政權 如果今天不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立委根本不需要緊張 如果今天我們是由國會來決定行政權的歸屬的話 那根本不需要緊張啊 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說 所謂的我們現在制度 形式上所謂的半總統制 他最大的特徵就是說 這個總統的職權 跟他實際的職權 常常是不一致的 這個從杜瓦傑在研究半總統制的時候 一開始就已經指出來了 大家也都知道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那最大的關鍵在哪裡 在國會選制 在他跟總統 在總統跟國會的關係 尤其是人民 人民對這種所謂的行政權歸屬的這種價值 這種不是你憲法有辦法去強制規定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像這個現在社民黨他們覺得說 那我們只選總統 那也可以有一個內閣制啊 或者是比較朝內閣制的半總統制啊 比如他們舉芬蘭的例子好了 可是如果大家去看看芬蘭的例子的話 其實可能剛好 社民黨會很失望 因為芬蘭的半總統制 其實他也是歷經很多變革 不過簡單的講 他在當時前蘇聯在位的時候 還沒垮台的時候呢 他的總統權力是很大的 非常的大 大到超越憲法的規定 甚至於自我審查 然後排斥某些政黨去阻隔 那為什麼 因為他要為了他的外交權力去迎合這個蘇聯的利益 那當然蘇聯垮台之後 後來他們就修憲了 他們現在把總統的權力修得比較小了 可是芬蘭的學者他們自己講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革 有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蘇聯垮台了 我不需要帶一個強人去對抗 那當然他們政黨也慢慢運作成熟了 等等那這些條件呢 台灣其實根本都不具備啦 那我再講一下我們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要實施內閣制 我們現在連一個乾淨的選舉都做不到 那如果連一個乾淨的選舉都做不到 你如何讓人家相信說 我選了國會議員 這個國會議員是遵照我名義 好好的去選出一個隔魁 是符合我的名義的 我們看看各縣市議會啊 那大家說 那是縣市議會 我們選了國會會不一樣啊 國會議員素質不一樣啊 不過我告訴各位啦 很不幸 我自己念德國的這個憲法 我自己也很沮喪 德國這個很有名的總理 Willie Brandt 就是促進這個東西和解的 他曾經面對倒閣啊 差兩票 結果這兩票呢 竟然是東德幫他買票的 當時都不知道啊 當時只是懷疑了 因為秘密投票啊 後來德國統一之後 去翻德國的秘密警察檔案局才發現 原來就是這兩個spy了 連德國都沒辦法避免這種困擾 那我們實施之後 我們如何能夠說服選民 說服台灣人民說 我們的這個內閣制會運作得很好 那當然其實我理論上我比較喜歡內閣制啊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有很多前提條件是不具備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如果大家沒有共識的話 其實不修憲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就單純從立法上來看 我在書面報告上提到 有幾個可以強化國會的監督權 因為大家覺得說 其實所謂的行政權不是只有總統啊 也有包括整個內閣啊 他很多這個監督的力道不足啊 那我舉幾個建議嘛 第一個 你可以讓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可以有提案 把法案交付公民投票的權利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制衡手段嘛 因為其實所謂的民意政治最重要的 不只是所謂的行政權對國會負責 最重要的是整個政府機關要對民意負責啊 那所以如果行政權跟立法權有漢格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訴諸於民意來解決嘛 那這種制度其實在丹麥實施的成效非常好 他真正會訴諸公投的機會很少 因為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如果太超過的話 是必須要面對民意考驗的 那這樣的話可以解決像以前所謂的 合適的問題 當初如果有這樣的制度 合適公投 我想現在也不會偉大不掉吧 那如果說這個總統跟國會是同一黨的多數 那你賦予少數的這個發動公民投票權 那這樣也可以制衡總統啊 要不然如果是總統跟國會是多數的時候 國會不會去制衡總統啊 這很簡單的道理啊 不管誰執政都是如此啊 此外我們也可以賦予這個 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發動國會調查權 如果把監察案廢除之後 不然各位想想看 如果監察案廢除之後 那如果還是多數黨控制了這個調查權 那多數黨又是執政黨 那國會調查權也是形同虛設啊 因為他不會調查自己啊 所以還是要讓反對黨才有辦法去發揮這樣的功能嘛 這個在德國其實他們就已經有很好的這個成效 那另外我們現在有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可以申請大法官解釋 當然這個門檻太高 我覺得讓四分之一就夠啦 那其實這個法國他們 兩千零半年修憲以後 也發現說這種少數申請這種所謂的這個 四線或違憲審查這個是很重要的制度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那基於以上的觀點 我覺得在我們一時之間 還沒有辦法對這種那麼複雜精細的一個制度 做通盤的考量之前 隨便亂動不一定會比較好 當初2005年的時候 大家就說一定要減半一定要減半 那很多人就說那個有很多複雜的問題 那就不行就是要減半 那現在大家講難聽點要不會叫母啊 那不曉得怎麼辦呢 然後現在呢 你又說忽然 就說要什麼制度要改下去 可是其實就有這麼多複雜的問題 如果說我們一時之間還沒有辦法想清楚 何不等下一屆立委選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通盤的檢討 那下一次各縣市長選舉的時候 還是一樣可以公民覆決啊 這個為什麼一定要說在這個時候提出來呢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不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做啊 立法層次上我們有很多都可以做的 尤其是這個強化國會的功能 強化國會的監督 只有這些能夠做得起來 那那個字才有希望啊 如果這些都做不起來 那一定要說要應推那個字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太冒險了 雖然我最後我也認為說 我理想的是那個字 可是他要很多人都配套了 但目前我們是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 謝謝 我們謝謝陳寅前教授 我跟大家報告說明一下 就是現在立法院 因為我剛才說過有時間上的限制 所以我們大概修憲委員會大概有一個默契 就是所謂的有共識的先走 沒有共識的就慢慢討論 那就自然而然會形成一般外面所說的 所謂的兩階段 那在六月之前 我們要趕的是第一階段 就是有共識的才走 那沒有共識的 或是說涉及憲法制度的 特別是這個 這個剛剛講的是內閣制 或總統制 或雙首長制 或是半總統制 或是怎麼樣 這個可能不一定那麼容易形成共識 那我們會在第二階段再行討論 跟各位做一個補充報告 那今天十四位學者都已經發言完畢 我們等一下開始進行 我請李英元委員跟李貴敏委員 分別發表三分鐘 然後我們就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第二輪發言 不限次序 不限時間 不是不限時間 時間不要以超過三分鐘為原則 那我們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那原則上今天的公聽會 我必須在三點半以前要把它結束 那三點半以前要把它結束 請大家配合 那我們請李英元委員 主席謝謝 貴敏委員 還有我們各位學者專家 謝謝 謝謝我們這些學者 用這麼多時間真的很感激 作為修憲委員會的成員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我想當然我們會有很多的不同意見 我也大概每一場都用很多的時間 來聆聽 也學到不少 剛剛書研究員有講到 超級的比總統還要強 全市的這個超級大總理 蔡奇爾 好幾位都是做超過十年 他的強勢沒有比總統還能弱 就是說我個人感覺上是這樣 就是說 內閣制像英國幾百年的傳統 就除了所謂處罰不足以置行 他有那個憲政的慣例 文化啦 人性啦 還包括選舉的那個清明 剛剛陳教授講的就是 賣賣票 但在早期說不定都有經過那樣一個階段 但是都每個國家都經過那樣的 最後才形成這樣 算是相對穩定的英國一個內閣制 變成很大很多的模範 那這樣制度還是美國的總統制度 都是我們熟悉的 這樣運作 他們也都經過很多的修正調整 然後慢慢的 包括慢慢的變成就是比較 全者相符 互相制衡 然後這種 都有彼此對應的 甚至分工 還不錯 那我最近這樣聽也 埃茲教授等 說最近以過去幾十年 大概半總統制 其實以總統制然後直接任命 那個總理的 現在在以他們的研究是 現在世界上採用這個制度的國家是最多 這對我來講 以前我一直認為是只有幾個 法國還有幾個 包括你剛剛講芬蘭 烏克蘭還有幾個東歐的國家 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就是我現在是傾向 也是傾向總統制 為什麼 就是說在各總統制內閣制 各有優缺點 還有各有 各有 這個歷史的傳統運作不錯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不可能改變了 就是總統執權在台灣的憲政改革裡面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非常 人民覺得很直接的一個權利 還包括說我們面對的中國的威脅 中國大陸的威脅 這個威脅 東德都這樣的 何況我們這個 現在是各方面的民意代表 各方面的人士這個交流是很多的 所以我認為在以總統制 然後總統制裡面 譬如說總統制應該就直接主持 主持這個國務會議 總統就直接主持國務會議 當然以前是各黨的中常會決定大政策 然後第二天的行政院會去處理 以前是這樣 那在法國就是說 總統主持了禮拜三的國務會議 就是大政方針 他大政方針比較容易形成共識 比較容易形成共識 那直接去執行的時候 各黨派資源分辨比較容易爭議 那個部分再去 由內閣總理去主持有禮拜四的內閣會議 這個是不是一個方法我認為是可以探討 總之呢 各種制度都有各種制度的優缺點 那我在內閣待過 在國會也待過 20年前就進來這個地方 那在地方中央都待過 那一種就是說 總統選出來的總統他的權力 部會首長就是我認命 這很直接權力就在他那個地方 你剛剛陳教授講那個Packing Order 這是人類的組織團體裡面 連動植物都有Packing Order 何況是人類社會 所以不可能天無二日啊 你剛剛講的甘島鄉島還是其他國家 都不是人的問題 是制度的問題 包括不可能有一個一個超強的 從成長一樣的道理 不可能有超強的一個夜耳性效應 都是一樣的道理 也沒有天無二日 這歷史上到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過強的那個傢伙一定被殺掉 一定被殺掉 就是這樣 所以是要用制度去處理 再加上這個文化慣例很多慢慢形成 但是要對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國家 追求更良善的制度要有信心 這一點是我認為一定要抱著那種 雖然不可以經常動 但是完全不動 也不可能 一旦來到一個瓶頸的時候 整個社會覺得要一步的時候 我們一起再努力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林議員委員 接著我們請李貴明委員 那李貴明委員發言之前 我先報告一下 林昌明委員有登記發言 不過他現在改以書面提出 我們用這個刊登在公報上 現在請李貴明委員 主席各位友會的貴賓 我是李貴明 我請代表國民黨立院黨團 在這裡跟所有專家學者 與會的貴賓致謝 我們國民黨的修憲委員會的委員 還有國民黨的委員 雖然不在現場 可是事實上 他們在他們的研究室裡面 這個是同步的 所以他們都可以聽到 各位寶貴的意見 提到這個修憲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公聽會非常重要 我本人雖然是學法律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法律裡面有類別 所以憲法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艱深的部分 在經過這幾次的公聽會裡面 我們聽到這個憲法學者很多寶貴的意見 包括主張總統制 包括主張內閣制 也包括剛才其實陳教授也特別提到 您原來主張內閣制 可是您認為在台灣目前的現狀 在很多配套的情況之下沒有做之前 可能內閣制還不宜 也聽到了很多學者專家 對於三權分立五權分立不一樣的一個意見 那我在這裡呢 作為一個法律人 也作為一個台灣的一份子呢 我想請教幾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憲法是基本大法 就像剛剛李英元李委員提到的 那我了解的 我們的憲法因為它是基本大法 所以它有幾個原則是我們要考量的 也就是說在憲法裡面 我們要很明白的表現出來個人的基本權利 而且我們要確立權責相符 第三個呢我們要促進各個 權責單位的意見的一個整合 然後要維持一個台灣的一個穩定的狀態 我不去談理論 我只有談目前台灣的一個現狀 我們看過往啊 原來國會裡面對於葛魁啊 是有同意權的 那我們的理解我們的理解 是當初為了要費審 因為民進黨要求要費審 李登輝李總統的時代呢 就用不要隔魁同意權的部分去交換了 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呢 它變成沒有隔魁的同意權 那我們理解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呢 如果執政黨取得國會多數的時候 它就會向總統制偏向 但是如果執政黨並不是國會多數的時候 它就會偏向內閣制 那因為這樣的情形呢 我們發現在現行台灣目前的問題上面來講 我們看到有幾個問題的產生呢 第一個 就是國會跟行政單位之間的缺乏溝通 缺乏互信 然後行政單位跟立法院之間的 這個對立的產生 導致很多的議案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 所以我們畫了一個圖 這個圖上面看起來 因為台灣是follow法國的雙手掌制 那我也同意就是說 因為總統呢 因為他是民選的 他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他是一個直接的一個民意的反應 所以他有他的功能性 所以但是要配合怎麼目前台灣的現狀 怎麼樣解決這台灣現狀 在這個畫的圖裡面來講 是不是因為剛剛提到要分兩階段 在這個第一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要克服今天台灣的問題 而不能夠完全的忽略它 所以隔魁的同意權 我們回復到早期 台灣並不是沒有實施過隔魁同意權 而是一個理論呢 台灣有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它回復到原有的隔魁同意權 來解決在原有隔魁同意權之下 不會產生的國會跟行政單位的對立這樣的情形 我不知道各位學者專家 是不是認為這個也是目前短期間之內 能夠暫時舒緩兩院對立的一個情形 那麼希望待會各位能夠聆聽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 以上謝謝 好 我們謝謝李貴明委員 不過李貴明我提供一個資訊 我的了解1997年的修憲 廢掉隔魁同意權跟要廢審並沒有關係 是當時想要提名副總統連戰同時兼任行政院院長 那立法院有很多的聲音 後來才拿掉隔魁同意權 好 這個不重要 我想在我們開始進行第二輪之前 做一個工商服務時間 我們所有的這個公聽會 我們都會整理成冊 包括各位提供的書面意見 還有包括各位的發言紀錄 我們都會整理成冊 我手邊有的是第一場跟第二場 我們會每兩場做一本 所以總共有十場 我們會做出五本來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下一場的公聽會是在4月27號 就是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那我們把主題稍微shift一下 下禮拜一可能要談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國會制度的部分 特別是國會的未來的選舉 如何解決票票不等值 那國會的席次到底應該要多少 那如果有委員提到說 這個立法委員可以兼任官吏的時候 那這樣國會其實要不要相對的增加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討論的重點 那第二個討論重點就是 政黨這個部分 其實在很多民主國家裡面 都把政黨列為一個專章 列為一個專章 但是在台灣的憲法裡面 一直都沒有討論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 那政黨的這個部分 要不要做一個明確的規範 我們現在既沒有政黨專章的憲法 我們甚至也沒有政黨法 我們現在仍然以一般的人民團體法來規範政黨 這是下一次27號的公聽會 我們所要討論的題目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進行第二輪 我們不限次序 那原則上我希望大家在三分鐘以內 把發言完 然後讓大家有多次的一個發言 那這個委員也可以發言交叉 那我們希望激起一些火花 來 那另外我報告一下 就是另外還有鄭如芬委員 也提書面意見 我們也是列入紀錄刊登共報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第二輪 看看哪一位 那個陳教授 好我們先請陳教授 這個想要中途跑掉又不大好意思 但是還有十分鐘 我想剛才在座的陳教授提出一個意見 我忽然間覺得印象很深刻 但是總是覺得還是可以討論 就是他提出是不是可以恢復五五線草上的總統制 我覺得這樣的意見是有一點突兀 因為當時五五線草上國民大會跟總統 是相對應的監督總統的一個機構 當時的國民大會權力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它等於是後來行憲的國民大會加上立法院 那麼大的一個權力 我想這個意見是不是應該是有 怎麼講就是值得商榷 我們大概也不大可能再走回頭路 恢復國民大會 但是我總覺得憲法是一個歷史的產物 我覺得至少陳教授提出來 我們要回顧到歷史怎麼走過來 但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 另外憲法我覺得它是一個外來的東西 應該注意它的國際化 那剛才那個吳委員就是監察院前委員 他提出一個意見很好 他說五願跟五權是不同的概念 那剛才主席也特別提到這樣的概念 但我完全同意司法 考試監察這兩權獨立行使 但是要設院是可以討論 但是那他提出來一個 但不管怎麼樣 似乎大家怎麼講呢 當然吳監察委員他提出來說 監察院是不是應該繼續維持 因為他當過監委 可是他似乎又忘掉了現在IOI 因為現在監察院從前副院長 已經積極加入國際組織 但是全世界國家有監察制度 監察長監察使用Ombudsman的國家 他並沒有說行政立法之外 又來一個監察院 他是在國會之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國際化的憲法之下 這個意見倒是可以融合 中西兩種制度 又有監察權獨立行使 又能夠保留中國傳統的東西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志華教授 那接下來有沒有哪一位 陳櫻田教授 我只簡單補充 就是說我們現在行政立法 萬一對立怎麼辦 當然對立的前提就是 總統跟國會多數黨不同黨 那這個在我們2005年修憲以前 跟修憲以後 修憲以後發生的機率應該會比較低啦 因為第一個他選制改變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偏單一選區 那不分區的選票比較少 所以我們看2008、2012的選舉 總統跟國會都是同一黨的 當然2016我們不知道啦 不過理論上統計的機率上都會顯現說 這種選制 尤其再加上總統跟國會幾乎同時選舉的情況之下 兩者會差異甚至差異很大的情況 機率會降低很多啦 那當然為了要反應民意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過說 如果還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我覺得最好就是訴諸公民投票 因為只有重大問題才會有真正的黨派衝突 其實其他一般民生議題 我看沒有太明顯的黨派的衝突嘛 那這個也不是問題 甚至你看像在美國的這個總統制製下 我們看到現在歐巴馬竟然是聯合共產 竟然是聯合共和黨的這個多數派 要去通過所謂的這個 國會貿易授權法案 然後要去簽署這個所謂的PTT 那反對的反而是共和黨裡面的茶黨 跟民主黨裡面的這個工會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現在的選制跟美國 其實是有一些類似啦 除了這個不分區以外 當然另外的大家要去考量的可能是下一場要去討論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選制要改變的話 假如我們還是堅持總統直選 那麼如果又要採聯力制的話 那這兩個衝突會衝突的力道會加大啦 不是說不可能但是衝突的力道會加大 這個是在很多例子上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的道理 只要你採這種聯力制的話 那麼黨紀一定會加強 那黨紀加強的時候 可能個別的委員即使心不甘情不願意 可是黨說你就是要投反對 那你敢投贊成就開除黨籍 那這時候恐怕衝突就會加大 那很多研究也顯示說 這個可能會造成衝突的來源 那至於如何去妥協 這個可能大家可以再及時廣益 好 謝謝沈教授 剛剛我補充一下 有李貴明委員另外有書面的意見 我們也一樣列入紀錄看能公報 來接下來 先請陳茂雄教授再請李英元委員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我們這裡是蠻好玩的 那個修憲的話 都不是為了國家需要的話 我的立場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修怎麼做對我有利 最初五五現場的話 是總統制總統權力很大 但是政治協商會議 擔心產生獨裁總統 就改成中華民國憲法 那中華民國憲法呢 到了1996年 要任命那個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是換國民黨 換國民黨的主流派 跟非主流派打仗 打了一塌糊塗 而且聽說有人訛詐 訛詐的金額到1億 這是其實傳聞 那時候這個制度不行 改1997第四次修憲 就改成目前的體制 那現在呢 情勢又有一些變化了 想要改 要改成原來的那個 中華民國憲法體制 那是不是在過幾年之後的話呢 哇塞又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修憲 有一點是為自己的利益 來修憲好像有這種味道 另外有一件事情呢 剛才有專家提到了 那個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事實上是 在國外很好的體制 在國內不一定能夠實施 剛才有人提到 你把監察前併到立法院 會不會造成立法院的權力太大 而造成混亂這樣 事實上呢 剛才這位專家提了 有這件事情 但是民進黨有內行人 有看到這一點 那內行人提一個案 包括主席也是提案人之一 把監察前歸到國會 但是不歸立法委員 他成一個 成立一個監察室 那為什麼不歸到立法委員呢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台灣呢有一個很奇妙的 那個在野的立委 永遠跟行政院對立 而且對立都非常嚴重 那如果萬一假如發生 嘲笑也大的時候 立法委員如果有監察權 天下大亂為什麼呢 監察權跟司法不一樣 司法是有政績 才能夠定義的罪 監察權的話 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審判 用投票的 那用投票的話呢 那嘲笑也大了 國會就把這個 這個執政黨整得七分八數 所以包括民進黨 包括主席在內提了這個案 成立了那個監察室 但監察室不歸國會 不歸立法委員執行 這是對的 這是看到那個台灣的問題 當然這其中 我只提一個建議 這個也有一個美中不足 那個民進黨這個提案呢 提了這個監察室 一樣是由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之後 再任命 這個又是目前監察院的問題 現在的監察院的話呢 總統任命的話 事實上是政務官 那政務官的話 來代表人民監督公務人員 身份不對 所以我是提一個意見的話呢 我不曉得是 看看那個 各位專家 各位立委的話 覺得怎麼樣 事實上呢 監察室是在立法院 沒有錯 但是呢 產生不是有總統提名 是有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政黨票 依政黨比例代表制 有各自黨推薦專家 來擔任這個監察工作 那我覺得是有立法委員來監的話呢 萬一產生草小也大的時候 真的是會天下大亂 那不要到時候又要改啦 成立一個監察院 那就更麻煩啦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陳委員提的是我的提案 我的提案 我的概念是把 彈劾權跟調查權 拿回來立法院 另外設監察室 那不過我當主席 所以不便多說 來看看還有沒有意見 那我們請林圓委員 主席剩下一分鐘 就是我們民進黨也是主張兩階段 所以大家討論了很多複雜的問題 希望在第二階段充分討論 然後來追求一個更良善的制度 但是我是認為 不管怎麼樣 就是那個制衡的概念 一定都要隨時注意到這地方 剛剛孫林傑教授有提到 這個譬如說觀眾院長 算是非常有政治能力的一個人 也非常能幹的 他提出來的這個3%的平等 或者是這個公教人員的 這個年金的改革 後來都無疾而終 但是都沒有辦法 有所謂的一個負責任的 這樣的一個制衡的這樣的現象 就是他講的 兩個院幾乎沒有辦法 沒有在憲政運作上 有效的一個負責任的一個地方 類似這樣來改 所以現在聽起來 大部分是同意把它廢掉 但是功能調整到其他行政 或者是國會這個地方來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審計部 審計部做得很好 但審計部沒有那個政治的力量 都是由國會來引述之後來處理 所以審計部像這個如果像 就是等於是擴充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非常的專業 這樣的話會協助立法院 國會監督這個 政府資源的運用的有效性 文字館會減少很多 再度感謝大家 給大家減時間 感謝 謝謝 今天就會議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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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